修炼当下的力量是由 Silver Kings Lam六二 周小龙 一生 Chin Ming Trow Woody Julian Hung KK Bonnie Wong 肥仔 Mui Lo Doro Doro Lok Wong Gary Chow Paraface Rocks Lang Ma 热爱大自然者 Amy Leung NRS J Lee PickPick Brown Sea Fly Zio Chi Wai Yeb Kam Shing Chan Jimmy Lam Benson Shack Hong Hong Dak Love Kaz Alan Ng Alex C Karney Muck Joanne Wong Ada Lam Stanney Chan Amy Xiu偉杰 Jenny Chan Chun Ng Petak Lo Paggy Ho Cheap Now Hong Kong Yid Ming Free Chan Sam Mew Tong Tai Yeh Lok DL 特約赞助播出 多谢各位金主大人 善长仁庸 以及特地来支持我陆继的小说的各位朋友的支持 修炼当下的力量 初步的自由解脱就是了解到你不是那个思考者 在你开始观察那个思考者的一刻 就启动了意识的更高层次 然后你就会了解有一个致性的广大领域是超越思想的 思想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面向 你同时也了解到所有真正重要的事物 好像美丽、珍爱、创造力、喜悦、内在平安 都是超越心智而产生的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觉醒了 作者罪 进入当下的力量的关键就在你的手中 当下的力量在1997年第一次出版之后 对地球集体意识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它被翻译成为多国语言 而我每一天也收到很多全球读者的来信 和我说他们生命在接触了这本书所收录的教导之后 都有所改观 虽然小我心智疯狂的影响仍是随处可见 但是一些新的事物就正在浮现 自从远古以来 人类集体心智的模式就令到人无法脱离受苦的重担 但是在之前 从而都没有那么多人准备好 要破除这个集体心智模式的束缚 一个新的意识状态正在浮现 我们已经苦构了 就算在这个时刻当你手上握着这本书 看到书里提及可以过一种自由解脱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 那这个新的意识就在你之内扬升了 在这个自由解脱的生活之中 你不会再强加痛苦在你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上 很多写信给我的读者 都希望我可以将当下的力量里面 那些教导归立成为具体实践的方法 用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在每日的练习之中使用 这些这样的要求就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除了练习和修炼的方法之外 这本书还包含了一些原书的短章节 可以当成是一些概念和观点的提醒 同一时间 作为在每日生活之中 贯彻这些概念的指南 书里面有很多章节 特别适合做冥想式的阅读 当你在做冥想式阅读的时候 主要并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讯而去读 而是伴随着阅读 进入一个不同的意识状态 这个就是之所以 你为什么可以反复阅读相同的章节很多次 而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的原因 只有在临在状态之中所写的字句 又或者是所讲的说话 才会有这一场转化的力量 而这一场转化的力量 就是能够唤醒读者临在的力量 你最好慢慢地去读这些章节 很多时候 你可能想要暂停一下 享受一会儿凌晨的反思和定静 有时 你可能可以 随意地打开一本书 瀏覽几行 对于那些认为当下的力量 可以陆陆陆续续在华语世界被大家接受推上 也因此而令到这一本这么小的书 修炼当下的力量能够受到重视 并且在2009年初在海峡两岸出版 回顾我和这位老师的海峡 应该追溯回到2003年 我第一次拿起当下的力量这本书 当时我看到一头雾水 觉得朋友所推荐的这本书 为什么一个字都看不下去呢 后来有一个高人 在我家临时住了一段时间 他拿起了这本书 一路看一路笑 拍摄桌子 说这本书实在太正了 我相当屈门 所以就找了英文的原版来看 觉得虽然自治朱姬 但是真的很难消化 后来我知道当下的力量 有一本简易版 也就是这本修炼当下的力量 所以我就趕快找了原文来看 这一次果然越看越有滋味 令到我爱不释手 觉得作者所写的文字 真的很像天启一样 否则也不会这么入目三分 以及直指人心 由这本这么小的书入门 再转回回头 去看当下的力量 还有之后出版的一个新世界 那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困难了 所以 现在在你手上所拿着的这本书 很可能 就是会改变你一生命运的书 它真的兼具了知识性和实用性 不单只随取了当下的力量的精华 更加加入了一些日常生活 可以操作的练习方法 非常之容易上手 不过作者一再强调 他所写的书是给我们用心体会的 而不是为我们的头脑增加一些可以玩弄的知识 正因为是这样 这本修炼当下的力量就更加之难能可贵 他所提供的是每日修炼的指引 任何人只要按照书里面所教的一种方法 持之以行地练习一段时间 那你生命的品质就没可能不出现改变 作者在一开始就教导大家 他自己最拿手的东西 也就是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 那是在脱离我们的心智认同 也就是我们受苦根源的最佳方法 他提供的秘诀包括 尽可能经常地去傾听脑袋里面的声音 将注意力度向当下 养成习惯去问自己 这个时候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觉察呼吸 放下等待 以及与内在的身体连结等等 这些方法都是简单和实用的 不需要花费力气和时间 但又能够彻底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 它绝对是一个实修的妙方 而在第二部作品里面 作者蜆蜀了如何将灵修的最佳道场 也就是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 当成是灵性的修持 而在第六章里面 对痛苦之身的描述 以及提供的应对方法 即是作者有关对治疗情绪问题的解决之道的精华 虽然当下的力量和一个新世界 对痛苦之身都有很浓重的着物 但这本书总体的整理 是我个人觉得最为清楚 最为意明白的 而且它的可操作性特别强 第八章也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这里讨论 一般人很容易误解的所谓的神福的概念 作者在这里一再澄清 神福不是不为 而是无为 信留而为 神福 纯粹发生在我们的内在 而完全神福之后所引发的外在行动 是无比强大和有力的 作者也给了很多的选择我们 如果无法改变外在环境 你可以接纳它或者抗拒它 接纳带来平安和更有效的后续行动 而抗拒就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情绪 如果事件太极端 我们无法不去出现极大的负面反应 那么我们还有第二次神福的机会 也就是对我们的内在反应神福 接纳内在的本言 这些做法 真是都可以令到我们受益无穷的人生宝贵功法 我建议读者将这一本书带在身边 在生活之中碰到任何状况 遭遇任何逆境的时候 它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将它当成是你的良师益友 在生活之中好好实践严正 在一段时间之后 仔细观察一下 你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变化 这本书的出版 要感谢台湾的方子出版社 和中国磨铁文化公司的支持 让我能够实现将这本书 带到去华语世界的心愿 这本书的编辑王淑雲小姐的文字功利 也都为这本书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 感觉上就好像是我们两个人 共同所翻译的作品 在这儿 我深深地表示感谢 祝福大家 当你的意识被导向外在 心智和有形的世界就会游然而生 如果导向内在 它就会领悟到自己的源头 分回到未显化的状态 那里是他的家 第一章 本体越开误 在受制于生死轮回的各式各样的生命形式之外 有一个永恒常在的一致生命 很多人用神这个字来描述他 但是我把他叫成是本体 本体这个名字并没有说明任何的事情 神这个字其实也是这样 不过本体就有一个优势 它是一个开放的观念 它并没有将那些无限无形的东西 化成是一个有限的实体 你没有办法在心里面勒纳出本体的形象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宣称 他们独家拥有它 它就是你传言的临在 当你感觉到自己的临在的时候 你就是在感受着本体 所以长本体这个字的字面意思 再到实际体验到它的本身之前 就是得很少很少的一步距离 本体不仅止超越了所有的生命形式 更深深感存在在每一种生命形式之中 它就是每一种生命形式 最深处的那一份模型 而且是不可毁灭的本质 那就意味着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到本体 因为它就是你最深的自我 你的本性 但是千万不要尝试拿你的头脑去找它出来 也就是说不要试图去了解它 之后当头脑静止下来的时候 你才可以认识到本体 当你临在 当你全神贯注在当下的时候 本体才可以被感觉到 但它永远没办法用心智去理解 而所谓开悟就是重新去觉知到本体 并且安坐在这种感受圆满成就的那种状态中 开悟这两个字听起身 觉得好像很超凡入性 但小我就是很喜欢LATAL 但是开悟只不过就是一种感觉和本体合一的自然状态 也就是说同一个既不可预测 也都不可以毁灭的事物的连结状态 而吊诡的地方是 这个事物基本上就是你自己 但是又被你伟大 开悟就是在你的名字和形象之外 找到自己的真实本性 由于没办法感知到这份连结 所以我们会产生和自己分裂 和整个世界分裂的幻觉 然后你就会有意无意地 将自己视为一个孤立的碎片 接着下来恐惧就由然而生 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冲突 也会因此而成为常态 阻止我们体验到这个连结的最大障碍 就是认同心智 而且因此而造成强迫性思考 没办法停止思考 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折磨 但是我们没办法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 都只在为此而受苦 所以大家都认为 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没完没了的心智噪音 阻止你去找到那份 和本体无法分离的内在定情 也创造了由心智所制作的虚假自我 投射出恐惧和苦难的阴影 认同你的心智 会创造一个由观念 标签 形象 言语 批判 和定义 所组成的幽暗屏障 阻碍着你所有真正的人际关系 它挡在你和你之间 在你和你的朋友之间 在你和大自然之间 也挡在你和神之间 这个思维的屏障 创造了分裂的幻象 你会觉得 你和其他所有的存在 都是分离的 你亦都因此而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在肉体表面 和各自独立的形象之下 你和其他所有的存在 其实都是一体的 如果使用得当的话 心智是一个超级之好用的工具 但是如果使用不当 它就会造成强大的破坏力 更加之正确的说法是 其实不是你使用头脑的方法错误 基本上是你根本上没有使用它 是它在使用你 这就是一种病态 你认为你就是你的心智 这是一种错觉 因为这个工具已经掌控了你 就好像你被占有了 但是你就毫无所知 你还将占有你的实体 当成是你自己 而初步的自由解断 就是了解到你并不是这个 占有着你的实体 也就是这个思考者 单单就是知道这件事 就会令你有能力去观察它 而在你开始观察到这个思考者的那一刻 你就启动了意识的更高层次 然后你就会了解到 有一个致性的广大领域 是超越思想的 思想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少的面向 你同一时间也了解到 所有真正重要的事物 好像美丽、珍爱、创造力、喜悦、内在平静 全部都是超越心智而生的 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觉醒了 撤理对心智的认同 好消息是 你可以从心智之中解脱 这些是真正的自由 你现在就可以着手进行第一步 尽可能经常去傾听脑袋里面的声音 特别注意那些经常重复的思考模式 它们就好像那些风浅层的cassetter一样 叠叠不休地在这个脑海里面 repeat repeat了好多年 这个做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观察那个思考者的做法 也就是去谈定自己脑袋里面的声音 做一个观察的临在 当你聆听到那些声音的时候 态度不需要偏颇 也就是说不要去批判 或者去扎避你所听到的东西 因为你一旦批判又或者是扎避 这就意味着那把声音 又在你的后篮那里偷偷地锁了进来 你很快就会发现那把声音在那里 而我在这里听着它说话 注视着它 这种对我在这里的观察 就并不是一个思想 它是对你自身临在的一种感知 是超越心智而产生的 所以当你聆听到你的思想的时候 你不单只可以观察到思想 也能观察到自己在观察思想 一个新的意识响道就出现了 当你聆听思想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有意识的临在 也就是在思想之后 或者是之下 有一个更深层的自我 这样一来 你的思想就会失去了掌控你的力量 而快速地减弱 因为你已经不再经由认同你的心智 而赋予它能量了 在这个moment 那种不由自主强迫性的思考 就开始步向终结 如果把心智比喻成为流水 那么当一个思想消声匿迹的时候 你就会体验到 这些心智流水里面 一个间段的位置 这个间段的位置 就是无念的间隙 在开始的时候 这个间隙可能很短 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但是它会逐渐慢慢变成 这些间隙发生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内在有某种定静和平安 你开始感觉到 你和本体合一的自然状态 这种状态 通常会被心智所遮蔽起身 伴随着你不断的练习 定静和平安的感觉 也会越来越深 事实上 它的深度并没有进头 你也会感受到一种 内在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微妙喜悦 那种就是本体的喜悦 在这个和内在连结的状态之中 你会比处于心智认同的状态 更加的警觉 更加的清醒 你是全然地临在 而这种和内在的连结 也会提升 赋予你肉体生命的能量长 和震动的频率 当你更深地进入无念的范畴的时候 你就会领悟到纯粹的意识状态 这是东方人常用的说法 在各种状态之下 你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临在 和极大的喜悦 所以 所有的思考 情绪 身体 还有整个外在世界 对你来说 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这样并不是一个自我的境界 而是一个无我的境界 它将会带领你 超越你原先认为的 那个自己 那份临在 就是本质上面的你 但是 又有些不可思议地 给你伟大得得 除了观察思考者之外 将注意力度向当下 也能够在心智的流水之中 创造一个间隙 你只要深刻意识到当下的时刻 那就可以了 这是一件令到人能够获得极大满足的事情 利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将所有的意识 从心智活动之中撤离 令到你进一步 创造一个无念的间隙 在这个无念的间隙之中 你高度警觉 并且带着觉知 不过 就并没有在那里思考 这个 就是静坐冥想的精髓 在每日的生活之中 你可以找一个本身 并没有什么目的性的 例行公事 来去做这个练习 然后将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上面 令到这件事本身变成一个目的 例如 当你每日在家 又或者在office上楼梯的时候 仔细地去注意每一个步伐 每一个动作 甚至乎是你的呼吸 全然地淋在 又或者是在你洗手的时候 注意所有和这个动作有关的感官觉知 水的声音和感觉 手的每一个动作 繁紧的味道等等 又或者是当你上车 关车门之后 停几秒钟 然后观察你呼吸的流度 去觉察一种灵静 但强而有力的临在感 有一个标准 可以拿来准确地衡量 这个练习是否成功 这个标准就是 你内在感觉的平静程度 在你迈向开悟的旅程中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学习不认同你的心智 每次当你在你的心智流水中 创造了一个间隙 那你的意识之光 就会更加绝脏一点 有一天 当你发现到你自己 在对你脑袋的声音 在微笑的时候 那种感觉 就像你对一个小朋友的顽皮 微笑了一下 那就意味着 你不再认真严肃地去看待你的心智 因为你的自我感 已经不再依附于他 开悟 超越思想 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会基于个人和文化上的制约 而去塑造一个自己 在谁的心理形象 我们可以称这个虚假的自我 做小我 它由心智的活动所组成 而且就是能够 经过不断地思考而存活 小我这个词会 对不同的人来说 有不同的意义 但是当我使用这个词会的时候 我所指的是 经由无意识和心智认同 而产生的虚假自我 对于小我来说 当下时刻 几乎不存在 只有过去和未来才是重要的 那完全是在颠倒是非 也说明了一个事实 当心智处于小我模式的时候 功能会完全失调 小我最关心的问题 始终是如何令过去 继续存在下来 因为如果没有过去 那你又是谁 另一方面 小我也会不断地 将自己投射去到未来 确保他自己 可以继续存活 并且用未来 尋求某一种形式的位置 或者满足 他经常都会说 总有一天在这个 又或者是那个地方 在那件事 又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就会快乐 我就会OK 我就会平静 就算当小我看起身 是关注当下 不过他所关切的东西 也并不是眼前的当下 因为小我看待当下的方式 是完全错误的 他是以过去的眼光来看的 又或者小我会将当下 贬低为一个达到目标的手段 而他所谓的目标 就永远都存在在心事 所投射出来的未来之中 观察你的心事 然后你就会见到 这个就是小我的运作方式 当下时刻 找含着解脱的关键 但是只要你认为 你是你的心智 那你就没办法 可以找到当下时刻 开悟意味着超越思想 在开悟的状态之中 必要的时候 你还是会用心智思考 但是你会比平时更加的专注 更加有效率 你大部分是为了实际的用途 而去使用心智 而且你摆脱了 不由自主的内在对话 所以你会感受到内在的定性 当你真正需要使用心智 尤其是必须找到一个 极具创意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你就会在思想和定性之间 心智和无念之间 来回摆动 各自停留几分钟 无念是有意识 但是无思想 这个状态才会有创意思考 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思想才会有真正的力量 如果只有思想 而并没有和更加广大的 意识范畴连结在一起 那些思想很快便会变得 其是贫積、病态 以及具有破坏性 情绪、身体对心智的反应 我在这里使用心智这个词汇的时候 我所指的并不仅是思想 还包含你的情绪 和所有无意识的心理 也就是你的情绪反应模式 情绪在心智和身体的交汇之处升起 它是身体对心智的反应 又或者可以说 它是心智在身体上面的一个反应 你越是认同思考、起户、批判 也就是说 你越不是以观察者的意识 在心智临在的时候 那些情绪反应的负荷就会越重 无论你有没有观察得到 如果你没有办法感受自己的情绪 又或者是切断和情绪的连结 那你最终 就会纯粹在肉体的层面上面 经历到这些情绪 它们也会可能变成生理的问题 又或者是其他的精兆 如果你很难感受到自己的情绪 可以首先试下 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内在能量场上面 从内在感受你的身体 这样做也可以将你和你的情绪连结在一起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的心智 你的身体始终都会提供真实的反应 所以 试下在你的身体内 去看看你的情绪 又或者去感受一下它 如果情绪和思想之间 有很明显的分歧 那思想永远是说谎的那个 情绪就始终都是真实的 刚才所谓的真实 我所指的并非是哪一个终极的真相 而是你当时心智状态里面相对真实的东西 可能你还未可以将无意识的心智活动 带入到各知里面 进一步令到它们变成思想 但它们始终都会在身体上反映成为情绪 而你是可以觉察到自己的情绪 用这种方式去观察情绪 基本上 和我先前所说的 倾听又或者是观察这个思想 有异曲同工之妙 唯一的差别就是 思想在你的脑袋里面 而情绪就有一个很强烈的生理部分 所以 它主要会在你的身体上面被感受到 只要能够观察到你的情绪 你就可以允许它存在 而不是被它控制 你就不再是你的情绪了 你成为了观察者 一个观察的临在 如果你这样去持续练习 内在所有无意识的东西 都会被带到去意识之光之尽 习惯性地去问自己 这个时候 我的内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问题 会指引你去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不要去分析 你只需要去观察 要向内聚精会神 感受这种情绪的能量 如果当时并没有情绪存在 那就将注意力 深深地达入身体的内在能量场 那个就是进入本体的大门 第二章 恐惧的源头 心理形式的恐惧 其实跟任何具体 真实的紧碑危险无关 它会以多种的形式出现 不安 忧愁 焦虑 紧张 压力 害怕 恐惧症等等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 硬是会来自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在此时此地 你的心自在未来 于是乎 就创造了一个焦虑的间隙 如果你认同你的心智 而且无法跟当下的力量 和它的单纯性连结的话 那么那个焦虑的间隙 就会长半你的左右 你可以应付在当下时刻发生的事 但是对于心智投射出来的未来 你就束手无策 除此之外 只要你和你的心智认同 小我便掌握你的人生 小我因为他虚幻的本性 就算有精心打造的防御机制 还是会非常脆弱 而且充满不安全感 时刻刻都认为 自己正在遭受威胁 就算是外表看起身非常有自信 内在一样都是这样 我们刚才说过 情绪是身体对心智的反应 身体 尝小我 也就是这个心智所制造的虚幻的自我 在那里 不断地收到怎样的信息 危险啊 我正在遭受威胁 而这个连续不断的信息 又会导致一种怎样的情绪呢 当然就是恐惧 恐惧看起身 似乎有很多的原因 害怕失去 害怕失败 害怕受伤害等等 但是最终所有的恐惧 都是小我害怕死亡 害怕被消失的恐惧 对小我来说 死亡始终都如影随形 在这个心智认同的状态下 对死亡的恐惧 就会影响你生活的每一个面向 举个例子 跟有些人争吵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强迫性地需要自己是对的 而对方是错的 这个就是自己认同的心理立场辩护 这些看起身这么微不足道 而且真是正常不过的小事 就是小我对死亡的恐惧所造成的 如果你认同一个心理立场 而你是错的 那你建立在心智上的自我感 就会受到灭顶之灾一样 这么严重的威胁 所以作为小我的你 是没办法承认错误的 因为承认错误 就意味着死亡 很多的战争都因此而起 无数的人际关系也都因此而破裂 一旦你不再认同你的心智 无论你是对还是错 一点都不会影响你的自我感 所以自己必须是对的一种极端强迫性 而且深度的无意识的需求 也就是某一种形式的暴力 它们就不存在了 你可以很清楚而且明确地诚述你的感受或者想法 但是个中并不会有攻击和防卫 所以你的自我感 会来自一个更深更真实的空间 而不是来自你的心智 注意看下你的内在是否有任何形式的防卫 你在防卫着什么呢? 一个虚幻的身份 一个心智的形象 一个假想的实体 当你意识到这个防卫模式 正如去观察它 你就不再认同它了 在你的意识之光之中 无意识的模式很快就会瓦解 那就是所有的争辩和权力斗争的终结 而争辩和权力斗争 对人际关系有极大的破坏力 以权力凌鸽在他人之上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 艺装成为坚强的脆弱 真正的力量寻藏于内在 而且你在当下就可以取用 心智硬是企图去否定当下 逃离当下 换句话来说 你越是认同心智 你所受的苦就越大 又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你越可以能够推崇 接纳当下 你就越可以在痛苦和受苦当中 从小恶的心智之中解脱 如果你不想再为自己和其他人制造痛苦 如果你不想再为仲存活在你身体之内 那些残余的交通 再一次添加新的柴火 那就不要再制造更加多的时间 至少在生活的实际需要之外 不要再创造更加多的时间 那又要怎样去停止去制造时间呢? 深刻地了解到 此时此刻就是你能够所拥有的全部 令到当下你一刻成为你生活的主要焦点 可能以前你经常都会停留在时间之中 只不过偶尔会拜访一下眼前的时刻 现在不如多些时间安在于当下 然后 只是应对生活上面的情景和实际需要的时候 才是短暂地去拜访过去和未来 永远都对当下时刻say yes 终结时间的幻象 不再认同心智的关键就在于终结时间的幻象 时间和心智是物不可分的 将时间从心智之中移除 它就停止了 除非你选择去使用它 当你和心智认同的时候 就会被时间所束缚 然后你就会强迫性地 几乎完全经由记忆和期望而生活 这就会令到你无止境地被过去和未来所占据 令到你无法尊重和认可当下这个时刻 并且允许它如实地存在 过去能够给一个身份认同你 而未来就有解脱和各种各样圆满成就的希望 所以你就会强迫性地认同它们 但是这两者都是幻象 你越是聚焦在过去和未来 也就是时间上面 那你就越是会错失当下 当下才是最宝贵的事物 为什么当下是最宝贵的事物呢? 首先因为它是唯一的 也都是所有你可以拥有的东西 你的整个生命 就是在这个永恒的当下空间之中展开的 而这个永恒的当下也是唯一不变的常数 生命就是当下 你的生命从来都没有一刻不在当下 将来也都不会有 而另一方面 当下是唯一能够 带领你超越心智局限的切入点 它令到你可以进入无时间升 而且无形无相的本体范畴 你有没有试过在当下之外 经历过、做过、想过 又或者是感觉过任何的事物呢? 你有没有认为你将来可能会有这种经验呢? 在当下之外 有没有可能有任何的事物发生又或者存在呢? 答案十分明显 什么不是吗? 并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在过去发生 它只可以在当下的时刻发生 并没有任何的事物会在将来发生 它只会发生在当下 我这句这么精简的说话 没办法被心智所理解 但你一旦能够掌握到它 意识就会从你的心智转移到本体 从时间转移到临随 突然之间 所有事物都会变得鲜活 散发出能量 散发出本体 第三章 其他的旧模式 当注意力不需要放在过去和未来的时候 练习将它收回来 在每日的生活之中 尽可能地跨越出这个时间的维度 如果你觉得直接进入当下很困难 那就可以首先观察一下 心智习惯逃离当下的倾向 你会观察到 心智通常都会将未来 想象到比当下更加之好 又或者更加之差 如果那个想象之中的未来更加之好 它就会带给你希望 预遇 又或者是期待 如果更加之差 那就会创造焦虑 但这两者其实都是幻象 经由自我观察 更加多的临在 就会自动地注入你的生命之中 当你发现自己并没有临在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临在了 只要能够观察心智 就不会陷入其中 另外一个不属于心智的元素 就会拍着翼翼飞来 那个就是观察者的临在 以心智的观察者临在 观察你的思想 情绪 以及你在不同状况之下的反应 你对自己的反应 至少要像你对激起你的反应的情景 又或者是人这样去关注它 同一时间要觉察到 你的注意力 有多么经常停留在过去 又或者是未来 然后不要批判 或者分析你观察到的东西 就是去看下你的思想 感受你的情绪 观察你的反应 而不要将它们变成个人问题 这样的话 你就会感受到 让你观察到的那些东西 更强而有力的某一种东西 它站在你的心智背后 它是一个静默的观察者 一个 在宁静地观察的临在 当某些特定的状况 触动了比较强烈的情绪 富贺的时候 高度的临在 是非常之必要的 特定的状况可能是 当你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胁 生活之中出现了一个 触发你恐惧的挑战 事情出现了差错 又或者是过去某一个情绪被挑起着 在这些情况下 你会倾向变成无意识 然后反应 又或者情绪便会接管你 你变成了它 你会将反应又或者情绪表现出来 你会辩护 控授 攻击 防卫 但它并不是你 而只不过是一个反应模式 是处于惯性求生状态的心智 认同于心智 就会赋予它更加多的能量 观察心智 就可以将能量收回来 认同心智 会创造更加多的时间 观察心智 就会开启无时间性的维度 而从心智之中 收回的能量 就会转化成为林寨 一旦你能够感受到 林寨究竟是些什么 就可以在实际的生活上面 不需要时间的时候 轻而易举地选择 从时间的维度里面跨越出来 而更深地进入当下 当你为了实际用途 而需要用到时间 也就是过去 或者是未来的时候 这样做 并不会妨碍你运用它们的能力 它也不会减弱你使用心智的能力 实际上 这个能力 可能就会因此而变强 当你真正在使用心智的时候 它会更加清晰 和更加聚焦 刊悟的人 关注的焦点 始终都是当下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只不过是外围 就好像 我们的眼睛聚焦在一件事物上面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周边的景物 换句话来说 它们会继续使用钟标时间 但是 就可以从心理时间之中解脱出来 放低心理上面的时间 学下在生活之中实际使用时间 我们可以将这种时间 称之为钟标时间 但当这个实际的需求被满足之后 立即就要回到当下时刻的各自之处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心理时间的累积 所谓的心理时间 就是经由认同过去 和强迫性地持着投射到未来所产生的 如果你设定了一个目标 并且努力地向它迈进 你就是在使用钟标时间 你知道要通向哪一道 但你尊重自己 在当下采取的那一步 并且会全神贯注在其中 如果你变得过度关注目标 可能是因为你只在过程尋找快乐 尋找成就 又或者是更加完整的自我感 这样的话 当下就不会再受到尊重 而会被贬低 成为一架进入未来的半脚石 认为它本身并不具备价值 这样的话 钟标时间 就会转变成为心理时间 你的生命旅程 也不再是一个奇妙的探险 而只不过 是一个为了达到某个地方 得到某一样东西 达成某一件事 而强迫性的需求 你没有办法再欣赏路边的花袋 也没有办法觉察到生命之中的美好和奇迹 这些生命之中的美好和奇迹 是随着你临在于当下 而在你周围所展开的 你是不是硬是试图去到某一个地方 而不是安在于你所在的地方 你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大多数都是为了达到目标的手段 你的成就 满足感 是不是永远都会在转角位等待你呢 又或者是 仅限于短暂的欢愉 例如是性爱 食物 酒精 药物 又或者是激动和狂喜 你是不是硬是会将注意力 放在成为 达到 获得 又或者是追逐新的刺激 或者是享受入面 你是不是会相信 如果你获得更加之多 你就会变得更加之圆满 你才会觉得足够呢 还是在心理上 这样 你才可以感觉到你完整 你是不是在等待一个男人 又或者是女人 为你的生命带来意义呢 对于认同于心智 又或者是未开悟的普通意识状态来说 吻含于当下的无限创造潜能 和力量完全被心理时间所遮蔽 所以 你的生命不再有活力 不再生机勃勃 也都会失去了神奇感 思想 情绪 行为 反应和欲望的旧模式 就会不断地重复演出你的心理剧本 为你塑造某种身份认同 但是就完全扭曲 又或者遮盖了当下的实相 而因为未来可以被视为逃离当下的手段 所以心智 为了逃离令人不满意的当下 就会对未来产生迷恋 而被你视为未来的东西 其实是你当下意识状态 是本质的一部分 如果你的心智背负着过去的沉重负担 那你未来也会背负着更重的重担 因为过去会透过临在的缺席 而永远存在 能够塑造未来的 是你这个时候意识的质量 而未来当然只可以以当下的形式被体验 如果未来是由你的当下意识的质量所决定 那又是什么决定你意识的质量呢? 就是你临在的程度 所以唯一能够令到真正的改变发生 并且令到过去瓦解的地方就是当下 你可能会觉得要承认是时间令到你受苦 又或者是造成你的问题可能有些困难 你认为你的痛苦和问题 是你的生命之中把一些特定的情境所造成的 而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 这一点是真的 不过除非你从制造问题的本源 也就是在功能失调的心智那里着手 如果不是 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互相转换的 转来转去都是一样的原因 这里所指的心智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执着 还有是对当下的否定 如果你所有的问题 又或者是被你视为痛苦或者不幸的原因 都是今天好像奇迹一样消失了 但是你并没有变得更加临在更有意识 那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 又陷入一连串相同的问题 又或者是痛苦的原因之中 他们如影随形地跟着你 因为问题始终都只有一个 那个被时间所局限的心智的本身 时间当中不会有救赎 你没有办法在未来获得解脱 临在才是解脱的关键 所以你只能够在当下获得自由 在生命情境之中找到你的生命 你所谓的生命正确一点来说 应该叫做生命情境 它是生命时间 是过去或者未来 有一些过去的事情 并没有按照你的期望的方式呈现 你仍是抗拒这些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现在又在抗拒当下的本然 令到你继续前进的动力是希望 但是希望也都令到你将焦点放在未来 而持续地聚焦未来 就会令到你不断地否认当下 也都因为是这样 你的不幸就会一直地延续下去 所以要暂时忘记你的生命情境 将焦点放在生命上面 你的生命情境存在在时间之中 而生命就是当下 你的生命情境和心智有关 而生命就是真相 找出引导我们走向生命的那里 好闭好闭的门 它的名叫做当下 将你的生命缩细为眼前的这一刻 你的生命情境可能会充满问题 大部分的生命情境都是这样 但是试试去找一下 当下这个时刻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明天也不是十分钟以后 而是现在 你在这一刻有没有任何问题 当你充满问题的时候 就没有空间可以令到新的事物进来 更加不用指望 会有解决问题的空间 所以只要你能力所求 就腾出创造一些空间 这样你就可以在生命情境之下 找到你的生命 你可以充分地使用你的感官感受 留意此时此地 環固四周围 只要看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闪述和解释 看着光线 形状 颜色 质地 在你 觉察到每一件事物 直正的临在 觉察到 那个令到所有的事物 得以存在的空间 傾听周遭的声音 但是不要去批判 而是去聆听声音之下的那份灵症 触摸每一样东西 任何东西 然后感觉并且认出它的本体 观察你呼吸的稳略 感受气息的进出 体会你身体内在的生命能量 允许所有事物如实地存在 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东西 允许所有的事物 都是它的本来面目 然后深深地进入当下 这个时候 你正在这将心智所构建 受制于时间的死值一样的世界 抛诸脑后 你逃离了那个 耗损你的生命能量的病态心智 这个心智 亦会逐渐在毒化和摧毁地球 你从时间的大梦之中 苏醒进入了临在 所有的问题 都是心智的幻象 将注意力放在当下 然后告诉我 在这一刻 你有什么问题 你并没有回答我 很明显 在这个时刻 是没有问题的 当你全神贯注在当下 是没有可能会有问题的 如果一个情景发生了 你不是去处理它 就是去接纳它 何必要把它变成一个问题呢 心智无意识地喜欢问题 因为 问题会赋予你某种身份认同 这样是很常见的 但同一时间也是病态 问题意味着 你在心理上 停留在一个情境之中 并不是真正想要 又或者不认为 有可能 会采取及时的行动 同一时间 你是无意识地 令到问题 成为你的自我感的一部分 你被你的生命情境完全征服 令到你失去了生命感 本体感 还有一种情境就是 你的脑内背负着一百件 你未来要做 又或者可能会做的事情 形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不过 就并没有将焦点 放在一件 你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上面 当你创造问题的时候 也创造了痛苦 那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一个简单的决定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不会再为自己 创造更加多的痛苦 也不会再创造更加多的问题 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但是也非常激进 除非你厌倦痛苦 受够了 否则 你就不会这样选择 而除非你能够取用当下的力量 否则 也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你不再为自己制造痛苦 那就不会再为其他人创造痛苦 然后也不会再以制造问题 而产生的负面性 走来污染我们美丽的地球 污染你的内在空间 和人类的集体心灵 假设有一个需要 你在当下处理的情境发生了 如果你采取的行动 是从当下时刻的觉知之中升起 那么它将会是清晰而且准确的 而且极有可能会很有效 这个行动 不会是从你过去的心智所受到的制约 所得出来的反应 而是一个针对当下情境而起的直觉 在其他情况之中 当受时间局限的心智 开始反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如果什么都不做 只是在当下 归于自己的中心 反而会更加之有效 本体的喜悦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准 来衡量自己 是不是又受到心理时间的掌控 这样也可以当成是一种警惕 问下你自己 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会令到我感觉喜悦 安逸和轻松呢? 如果不是 那就表示当下时刻 被时间所遮盖了 生命也因此 被视为负累或者是挣扎 如果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没有办法令到你感觉到喜悦 安逸和轻松 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改变你所做的事情 改变做事情的方法就够了 做事情的方法 永远要让你所做的事情来得更加重要 看下自己 能不能够将更加多的照意力 放在做这件事的本身 而不是放在你想要透过这件事 而获得的结果上面 无论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是些什么 都全神贯注在其中 这样意味着 你亦都要完全接纳事物的本言 因为你无可能全力关注一件事 同时又去抗拒它 只要你尊重当下时刻 所有的不快乐和挣扎 就会消融 生命就会开始流露出喜悦和安逸 当你的行动 是出于当下时刻的觉知的时候 无论你在做什么 都会带来质量 还有关怀和爱的感觉 就算是那些最简单的行动 不要关切你行动的果实 而是去关注行动本身 那个瓜熟了 就会自然地跌落地下 行动的结果 亦都自然会在最佳的时刻呈现 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灵性修持 而当你不再强迫性地偏离当下 本体的喜悦 就会流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之中 当你的注意力转向当下 你就会感受到那份临在 那份定静 那份平安 你不再仰赖未来为你提供成就和满足 你不会再在未来之中找尋救助 所以你就不会执着在结果里面 无论失败还是成功 都没有力量会去改变你内在的状态 你在生命的情景之下 找到生命 在心理时间缺席的状况下 你的自我感会从本体衍生出来 而不是来自于你个人的过去 所以想改变自己现况的这种心理需求 亦都不存在了 就细作来说 在生命情景的层次 你是可以变得更加富有 学会丰富 成功 自有自在 但是 在更深的本体的维度里面 你在当下 就已经是完整 而且圆满的 意识的无时间状态 当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临在 你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律动 同一时间 当你能够时时刻刻都感觉到 生命是本体的喜悦的时候 那你可以说 是从时间之中解脱了 从时间当中解脱 意味着不再有 从过去之中吸取的身份认同 以及在未来尋求圆满成就的心理需求 代表你能够想象得到 最深刻的意识转发 当你第一次见到 意识的无时间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 在时间和临在的维度之间 来回摆动 首先你会觉知到 你的注意力真正放在当下的时候 并不多 不过 单单是知道 你并没有临在 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 因为这份知晓就是临在 就算它开始的时候 只会维持到几秒钟标的时间 之后马上就消失了 然后 搬随着次数的增加 你会选择令到你的意识的焦点 维持在当下 而不是在过去或者未来 当你观察到 你又失去当下的时候 那这一次 你就能够停留在那里 不仅仅是几秒钟 而是更长的时间 从钟标时间外在的观点那里来看 所以 在你能够稳定地安在 在临在的状态之中之前 也就是说 在你能够全然地有意识之前 你会有一段时间 会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 临在状态和心智认同的状态之间 来来回回地转换 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当下 然后又转回去 最终 临在就会成为你的主要状态 第四章 瓦解无意识 有件很重要的事 在事情相对比较顺利的日常状态之中 试图将更多的意识 带入你的生活 这样一来 你临在的力量就会增加了 它会在你的内在 和周围创造一个高震动频率的能量场 无意识 负面性 不和谐又或者暴力 都无法进入这个能量场 并且存活 就像黑暗 无法在临在之光里生存一样 当你明白临在的重点 也就是当你学会成为你思想和情绪的观察者的时候 你可能会第一次觉察到那些在背后里面 好像静电一样干扰的普通无意识 并且了解自己 几乎很少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内在平安 发现到叻点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很惊讶 在思考的层次 你会发现有很多抗拒 他们以批判、不满 和偏离当下的心理投射等等的方式表现出来 而在情绪的层次上 就会有不安、焦虑、烦门 或者紧张等等的暗流 两者都是心智处于 惯性抗拒模式之下的面向 观察你自己 究竟是如何透过一些不必要的批判 和对本人的抗拒 还有对当下的否定 又究竟是如何在你的内在 或者制造出各种形式的不安、不满和紧张 当意识之光照耀的时候 任何无意识都会消失无终 一旦你知道如何瓦解普通的无意识 你的臨在之光就会万丈光芒地闪耀 所以当感觉到深层无意识 就像地心吸引力地拉扯着你的时候 你就比较可以松容地应对 当然 普通无意识实在太过令人习以为常 开始可能并不是太容易可以察觉到它 你可以养成这个习惯 透过自我观察 随时监督自己的心理 和情绪的状态 在这个时刻 我是不是自在和平安呢? 这个是可以在日常经常问自己的好问题 又或者你可以问 在这个时刻 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内在发生的事 至少要好像对外在所发生的事情一样的兴趣 如果内在搞定了的话 那外在自然就会各就其为 首要的实相在内在 而次要的东西才是在外在 但不要立即去回答这些问题 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向内 看看自己的内在 你的心智就是在制造什么想法呢? 你感受到什么呢? 将你的注意力导向身体 身体有没有任何的紧张呢? 一旦你探测到有一定程度的不安 也就是那些背景里的静电干扰 那就试图看看自己 如何藉由否定当下 你去逃避抗拒或者否定生命 人无意识地抗拒当下时刻 有很多很多种方法 经由练习 你自我观察和监督自己 内在状态的能力都会加强 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全然地安在 你有没有压力? 你是不是正忙于前进去到未来 所以就将当下贬低为 达成目标的手段呢? 压力的产生是因为你身体 此时此地想要去到另一个地方 又或者身体在这个时刻 想前进去到未来 这个分歧就将你的内在撕裂了 过去的事情 是不是占据着你大部分的注意力呢? 你是不是经常都谈论 和想着过去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事情? 例如你过去的风工毁业 你的冒险历程或者经验 又或者是那些 你身为受害者的故事 和发生在你身上那些可怕的事情 还是你对其他人所做的事情呢? 你在想着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会感觉到内疚 骄傲 怨恨 憤怒 悔恨 自怨自怜 如果是的话 你就是在你的心灵之中 不断地累积过去 借以强化虚解的自我感 同一时间加速了身体的老法 你可以试下去观察一下 在你四周围 那些喜欢捉住过去不放的人 来验证我这句话的真格 每一刻都和过去说再见 你明不需要它 只有在过去和当下绝对有关的情况之下 才去引用它 感受当下的力量 和本体的圆满具足 感受你的临障 你会不会忧虑? 你是不是经常都会想 如果怎么怎么的话 那就好了 这个做法就是对心智的认同 心智将自己投射去到一个想象的未来情景中 然后创造出恐惧 你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情景 因为它不存在 它是一个心理上的幻影 只要尊重 认可当下时刻 你就可以停止损害健康和生命的疯狂行为了 去觉察你的呼吸 感受进入你身体的气息 感受内在的能量场 和你心志投射的想象相比 在实际的生活之中 你需要应付处理的东西 只不过就是此时此刻 问下自己 这个时刻有些什么问题 不是明年 不是明天 不是五分钟之后 就是现在这一刻 你会有些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应付处理现在 但你无法应对和处理未来 你亦都不需要 解答 力量 正确的行为 又或者是资源 都会在你需要的那一刻出现 不是之前 亦都不是之后 你是不是一个习惯于等候的人呢? 你在生活之中 有多少的时间 方法在等待上面? 排队 塞车 后击 等其他人来 等工作做完等等 这些都是我所谓的小规模的等待 而大规模的等待 就包括下一次的假期 一份更加好的工作 小朋友快高长大 一份真正有意义的亲密关系 成功 赚钱 成为重要的人物 开悟等等 有些人等了一世 都还未好好地开始生活 这一点也是很常见的东西 等待是一种心智状态 基本上 它意味着你所要的是未来 不是此时此刻 你不要你拥有的东西 而要那些你没有的东西 无论哪一种等待 都会令到你无意识地 在两个状况之间 创造内在分歧 一个是此时此地 也就是你不想留在这里的地方 而另一个就是投射出来的未来 也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 这样一来 你就会失去当下 亦都大大地降低了生活的质量 例如有很多人等待发达 封城 但它并不会出现在未来 当你尊重 认可 并且全然地接纳 你当下的实相 你所处之处 你是谁 你此刻在做什么 当你能够全然地接受你所拥有的东西 你就会对拥有这一切 对现状 对本体感到感激 而对当下和生命 在此刻的圆满感到感激 才是真正的封城 它无法在未来现身 但是 随着时间的演进 那份封城 会以不同的方式显化出来 如果你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觉得不满意 又或者是你对现在的欠缺 不足 感到挫败 或者愤怒 这可能会激励你去追求财富 但是就算 你真的可以赚到几千万 你还是会继续经历内在区乏的感觉 内心深处 还是无法感到满足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金钱 可以买到刺激的经验 但是它们 来了又走 但总是 会为你留下空虚的感觉 反而会令你感觉到 需要更多的肉体 又或者是心理上的满足 你从来都并没有安在 在你的本体之中 所以也没有办法感受到 此刻生命的圆满 只是那份圆满 它就是真正的丰盛 放下等待这种心智状态 当你抓到自己 又再一次陷入等待之中的时候 马上撤离 将它转回当下的时刻 然后停留在当下 并且享受那种存在的状态 如果你处于临在状态 那就根本不需要等待任何的事物 所以如果下一次人跟你说 不好意思 要你等那么久 你就可以回答说 不要紧 我并没有在等 我只不过是自己的在享受 在我自己的享受之中 有一些习惯 用来否定当下的心智策略 都是普通无意识的一部分 因为它们是有多么平常 以至于已经变成 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一部分 所以很容易会被忽略 其中之一 就是在背景之中 好像静电一样干扰你的 那种恒常的不足 但如果你经常都练习 监督你内在的心智 也就是你的情绪状态 一旦自己又被困在过去 又或者未来之中的时候 那你就很容易能够发现 所谓被困在过去又或者未来之中 就是一种无意识 如果你经常练习 你也会很容易 就可以从时间的幻象之中觉醒 进入当下的时刻 但要注意的是 那个虚假不快乐的自我 也就是点击于心智的认同 是依赖时间为生的 他知道当下的时刻 就是他的死刑 所以就觉得被受威胁 这个虚假的自我 会无所不用奇极地 将你带来当下 试图将你困在时间之中 在某个观点上面 林哉的状态 可以比喻成为等待 林哉 是一种不同质量的等待 所以要你全然地警觉 任何时刻 都有可能会发生某一件事情 如果你并不是完全地清醒 完全地定静 你就会错过它 那种状态里面 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当下 并没有在发白日梦 并没有在思考 回忆和期待的余地 也没有紧张和恐惧 射得有警觉的林哉 你是在用你的整个本体 用你的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来林哉 在那种状态下 那个有着过去和未来的你 你可以称之为人格 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 就未曾错失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你基本上还是自己 事实上 你比以前更加完整地成为了你自己 又或者应该说 你现在才真正地成为自己 过去 无法在这个林哉之中生存 无论无意识的过去当中 有些什么是你必须知道的东西 目前生活上的挑战 都会将它带出来 如果你试图去探究过去 它就会成为一个无底洞 永远都探究不完 可能你会认为你需要更加多的时间 去了解过去 又或者是从中解脱 换句话来说 你认为未来始终都会将你 从过去之中释放出来 这个其实是一个幻觉 只有当下 才可以将你从过去之中释放 更加多的时间 并不会令到你从时间之中解脱 取用当下的力量 就是关键 当下的力量 就是你林哉的力量 也就是 你从那个思考模式之中解脱出来的意识 所以 要在当下的层次之中解决过去的事情 你越是关注于过去 就会赋予给它更加多的能量 然后你很有可能 就会在里面 制造出一个自我出来 不过你不要误解 注意你是很关键的东西 但没有必要将它放在过去 而是要将它放在当下 注意自己此时此刻的行为 反应 心情 思想 情绪 恐惧 还有欲望 那些东西都是你内在的过去 如果你能够保持足够的林哉 来去观察这些事物 不批评 不分析 公正无私地看待它们 那你就是 在里面运用着林哉的力量 去处理过去 并且瓦解它 你没有办法经由回到过去 而去找到自己 只有进入当下 才能够遇见自己 第五章 美丽在你林哉的定静之中升起 我们需要林哉 才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 壮观和神圣 你是不是曾经在一个清朗的夜晚 仍视着夜空的无限 对它绝对的直静 和不可思议的广大无人 感觉到无比的敬畏 你是不是曾经聆听 真正地聆听过森林里面 山洞的声音 又或许 在直静的夏日黄昏那里 聆听一只黑色的小鳥的歌声 想对这些事情有所觉知 甚至就必须要定情 你必须要将个人的问题 过去和未来的包袱 还有所有的知识 暂时都放下来 否则 你就会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你传言的林哉 是必要的 而在这些外显的美丽之外 有更多无法命名 和无法形容的东西 也就是那些深沉 内在和神圣的本质 无论可事可地 只要有美丽存在 这个内在的本质 就会闪耀出来 而只有当你临在的时候 它才会对你展露 那你的临在 是不是有可能 和这个无以名状的本质 是合一又或者是相同的呢? 没有你的临在 它还会不会存在呢? 深入它 自己去找出答案 了解纯粹意识 当你观察心智的时候 就可以将意识 从心智的形象之中抽离 然后撤离的意识 就会变成所谓的观察者 又或者是见证者 这样一来 观察者 也就是超越形象的纯意识 就会变得更加之强 而心智构造 就会变得更加之弱了 当我们谈论到观察心智的时候 其实 是将一个心具 宇宙意义的事件 个人化上 经由你 意识 从认同形象的迷梦之中觉醒 并且从形象之中撤离 这个觉醒 就预示了 一件从时间的演讲的历史来看 可能还很远很远的大事 这件大事 被称之为世界末日 在末日的生活之中保持临在 这样做 可以帮助你 在内在深深地扎根 如果不是 有着不可思议的动能的心智 就会好像一条狂奔的大河一样 不断扯着你往前走 这也意味着 你要完全敢进驻你的身体 始终 将一部分的注意力 放在你内在身体的能量场里面 也就是说 要在你内在感受你的身体 对身体的觉知 会令你保持临在 令你安在于当下 你可以看得见和触碰到的身体 没有办法带你进入本体 这个看得见的有形身体 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驱寒 又或者可以说 它是对更深层次的实相 有一个有限和扭曲的观点 在同本体连结的自然状态底下 每一刻你都可以透过 无形的内在身体 也就是你的内在先活无比的临在 去感受这个更深的实相 所以才会说 进驻你的身体 就是从你的内在去感受身体 感受身体内的生命 因此而了解到 你是超越外在的形象 如果你的心智 占据了你所有的注意力 你和本体之间的连结就被切断了 当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就不在你的身体里面了 对很多人来说 这种状况不断地发生 心智吸走了你所有的意识 然后将它转化成为 脑袋里面的东西 亦都是因为这样 你无法停止思考 为了觉察到本体 你必须从心智之中回收意识 这一件事 就是你在灵修的旅途之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样就可以将先前 困在无用的强迫思考之中的 大量意识释放出来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将注意力的焦点从思考之中回收 到入去到身体之中 因为当你将意识收回来的时候 在你的身体之内 本体就能够 以无形能量场的方式被感受到 而这个无形的能量场 就是你肉体生命力的来源 与内在身体连结 现在就请你试一下 一开始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闭上双眼会比较有帮助 一段时间之后 等到停留在身体之中 已经变得非常自然和轻松 你就不需要再闭上双眼 请将你的注意力导向身体 从内再去感受它 你的身体是否活生生 你的双手 双臂 两条腿 两只脚 还有腹部 和胸腔内 是否有生命 你可否感受到一种 微妙的能量场遍布全身 并且将鲜活的生命力 带到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细胞之中 你可否同一时间 在身体的所有部分 感受到那个单一的能量场 用几分钟 去关注你内在身体的感受 不要开始去思考它 只需要去感觉 你越是关注这种感受 它就会变得更清晰更强烈 每一个细胞感觉上 都好像变得更加有活力 而如果你的视觉观想能力很强的话 可能你还会见到你整个身体 都会变得透明和光亮 虽然这样的视像 可以暂时帮助到你 但请你将更加多的注意力 放在感受上面 而不是放在出现的任何的视像上面 一个视像 无论它有多么美丽 或者有能量 都已经被形象所限定着 所以你深入的程度也会受限 更深感进入身体 试试看静坐的冥想 可以令你更深感进入身体 十到十五分钟的终标时间 就已经足够 首先要确定 不要有任何令你分心的外在事物 例如电话的响声 又或者其他人的干扰 然后坐在椅上面 不要向后叫 而是令脊椎挺直 这样可以帮助到你保持警觉 或者你也可以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冥想知识 确认身体非常放松 然后眉上双眼 做几次深呼吸 感觉自己吸气吸到下腹 观察你的下腹 是如何随着一呼一吸 而微微地扩张和收缩 之后 觉察整个身体的内在能量场 不是去想 而是去感觉 这样做的话 你就可以从心智之中 回收回意识 你也可以试下前面提到过 令到身体透明发光的观想 如果你觉得这样有帮助的话 当你能够清晰地觉察到 自己内在的身体 在一个单一的能量场的时候 如果可能 放下任何的视觉影像 完全聚焦在感受上面 而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试下 放下你对自己肉体 还存在的任何心理印象 这样 现在僅存的 就是在临在 又或者是本体的那种 无所不容的感受 而内在身体的感觉 就好像并没有任何界限一样 之后 将你的注意力 更深地带入感受之中 与它合一 与能量场融合 这样一来 介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 你和你的身份之间的 二元对立就不存在了 内在和外在的分界 亦都在此刻消融 于是乎 内在身体就不存在了 借由更深地进入身体 你超越了你的身体 只要你觉得舒服 在这个纯粹本体的范畴之中 停留越来越好 然后 再将觉知 带回去你的身体 你的呼吸 你的肉体感受 并且抹大双眼 浪费几分钟 用冥想的方式 顽固一下四周围 所谓冥想的方式 就是 不在心里面 为事物贴上标签 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继续感觉 你内在的身体 能够进入那个 无形无相的范畴 是真正的解脱 它将你从形相 和认同形相的监牢之中解脱 我们可以将那种状态 称之为 未显化的状态 万事万物 无形的源头 所有存在的本体 它是深沉食症 和平安的肠域 但是 亦都充满着喜悦 和强力的活力 每次当你临在 在某种程度上 你就会对光变得透明 所谓光 就是从源头 散发出来的纯粹意识 你亦都会了解到 这个光 和你的本质 没有办法分离 并且 组成了你的本质 当你的意识 被导向内在 心智和有形的世界 就由然而生 如果导向内在 它就可以领悟到自己的源头 回到未显化的状态 那里就是它家 然后当意识又回到显化的世界 你就会重新采用 刚才暂时摆脱了的那种形式的认同 你有一个名 一个过去 一个生命情景 一个未来 但是 在某一件重要的事情上面 你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个人了 你会在自己的内在 看到一个实相 这个实相 它并不是属于这个世间 但是它 亦都和这个俗世 无法分离 就好像它和你 亦都无法分离一样 现在 将下面的这个方法 当成是你的灵性修持 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不要将百分之百的注意力 都放在外面的世界 和你的心智当中 保留一部分在你自己的内在 从事每日例行的活动的时候 特别是在人际互动 和大自然的联系之中 随时都感受自己内在的身体 感受它内在深层的那份定静 令到进入本体的大门保持开放 在你的生活之中 随时随地都可以意识到 未显化的状态 无论外在发生什么事 你都可以感受到 背景之中的那份深深的平安感 一份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定静 你成为了以显化和未显化之间 还有神和这个世界之间的桥梁 这些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开悟 和源头连结的状态 深深感植根内在 关键在于你要和内在身体恒常连结 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它 这样就会快速地深化 而且转化你的生命 你将越多的意识导入内在身体 它的振动频率就会越高 就好像你将调节亮度的开关 扭得越大 盏灯就会越光 因为通过灯灯的电流增加了 在这个较高的能量层次上面 负面性不再影响到你 而且你也会吸引到 能够反映这种高频率的外在情景 如果你尽可能将注意力放在身体内部 你就可以安在于当下 而不会在外在的世界 在心智之中迷失自己 思想和情绪 恐惧和欲望 可能或多或少还会存在 但它们再也没办法掌控你了 在这个时候 请检查一下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你可能只在听我说话 又或者你只在一本书上 读到一段文字 而这一个就是你目前注意的焦点 你略略会觉察到四周围的环境 和其他人等等 再者也可能 你只在倾听又或者是阅读的同时 也会有一些以心理的评论方式 出现的心智活动 但是 不需要让以上的这些活动 吸走你全部的注意力 看看你可不可以 在这个时候 同时接触到你的内在身体 将一部分的注意力 留在内在 不要让它全部都流向外在 从内部去感受你整个身体 感觉它是单一的能量场 就好像你是用整个身体 在谈听又或者是阅读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日 又或者是几个礼拜 好好地去练习这个方法 不要将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投入心智和外在世界 全力地聚焦于 你正在做的事情上面 但同一时间 也都要尽可能地 觉察你的内在身体 保持值根内在 然后观察地做 又会如何改变你的意识状态 和你所做的事情的质量 不要盲目地去听信 又或者是拒绝我所说的事情 请你自己去试验一下 强化免疫系统 当你觉得需要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 但是极为有效的自我疗愈冥想 如果你刚刚开始感觉到 自己快来病的时候 这样做会格外有效 但如果你已经开始病了 那你就要极度专注地做多几次 同样会有效 它亦都可以修补你的能量场 因为某种负面形式而导致的损坏 但是 这个冥想没有办法取代 随时进驻身体的练习 如果只是单独地做这个冥想 效果会很短暂 以下就是这个方法 当你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 尤其是晚上入睡 又或者是清晨起床的时候 用意识去去灌注你的身体 闭上双眼 平躺下来 开始短暂地将注意力 放在身体的不同部位 双手 双脚 手臂 双腿 腹部 胸膛 头部等等 尽可能感受这些部位之内的生命能量 越深刻越好 在每一个部位停留的时间 大概15秒左右 然后将你的注意力 从脚到头 再从头到脚 好像浪潮一样 来回地流片全身几次 大约只需要一分钟 接着下来 再感受内在身体的整体性 感觉它是一个单一的能量场 在这种感觉之间停留几分钟 整个过程之中 要保持全然的临在 临在 临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 如果你的心智 偶尔成功地将你的注意力带出身体 如果你为了特定的目的 必须使用心智 那就在内在身体连结的状态之下使用它 唯有能够有意识而无思想 你才能够有创意地使用心智 而最容易进入这种状态的方法 就是透过身体 每次当你需要一个答案 一个解决方案 又或者是一个创意的时候 停止思考一会儿 并且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你内在的能量场 觉察那份内在的定静 当你重新开始思考 你的思考就会变得鲜活 而且又创意 进行任何思维活动的时候 养成一个习惯 每隔几分钟 就在思考和傾听内在之间 来回地游走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不要只是用脑 而是要用你的全身来去思考 令呼吸带你进入身体之中 每次当你觉得很难连结内在身体的时候 通常 首先要专注在呼吸上面 会比较容易 有意识的呼吸 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冥想方式 它会逐渐地将你 和内在身体连结起身 令到注意力 随着呼吸流入 流出你的身体 将呼吸带入身体之中 感受你的腹部 伴随着吸气和呼气 而微微地扩张和收缩 如果观想对你来说很容易 你可以眉上双眼 观想自己被光包围 又或者是浸泡在透亮的物质之中 也就是意识之海里面 然后将那些光吸进来 感受那些透亮的物质充满着你的身体 令到你的身体也变得透亮 之后慢慢地更加专注在感受上面 而不是執着于任何的视觉影像 你现在就在身体之内 你已经取用了当下的力量 第二部分 将亲密关系当成灵性修持 爱是本体的一种状态 你的爱不需要爱求 它深植于你的内在 你无法失去它 它也不会离开你 你无需依附他人 也无需依附其他外在的形式 给呼吸 带你进入身体之中 第六章 瓦解痛苦之身 人类绝大多数的苦难 都是不必要的 它们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因为未受观察的心智 在掌控你的人生 你现在所创造的痛苦 总是来自 对当下某种形式的不接受 某种形式无意识的抗拒 在思想的层次上 抗拒是某种形式的批判 在情绪的层次 它是某种形式的负面性 痛苦的强度 取决于抗拒当下时刻的程度 而抗拒当下的程度 又取决于 你和心智认同的程度 因为心智 仍是企图去否定当下 并且从中逃离 换句话来说 你越认同自己的心智 你就会越受苦 又或者可以这样说 你越是可以尊重 或者接纳当下 就越可以从痛苦 和受害之中解放出来 从小我的心智之中解脱 有些灵性教导指出 所有的痛苦 最终都是幻象 这一点是真的 问题是 这样对你来说 是否是真的 单凭信念 并没有办法 可以将它变成是真的 你是不是愿意 一世人都在这儿经历痛苦 然后不停地告诉自己 它只不过是幻象 这样做 就可以令到你从痛苦之中解脱吗? 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问题 是你如何才可以实践真理 也就是说 在你的个人经验之中 验证所有的痛苦 最终都是幻象这一件事 是真的 只要你认同你的心智 痛苦就无可避免 从灵性的角度来说 也就是说 只要你是无意识的 那你就无法避开痛苦 我在这里主要指的是 情绪上的痛苦 也就是肉体的痛苦 和疾病的主要成因 怨对 仇恨 致怜 愧疚 愤怒 沉丧 妒忌等等 就算是最轻微的烦躁 都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痛苦 每一种欢愉 又或者情绪上的快感 都隐含着痛苦的种子 而那一个 和它物不可分的对纳面 迟早都会显化出来 任何曾经尝试用 让物得到快感的人都知道 那份快感 最终都会变成消沉 欢愉 会变成某种形式的痛苦 很多人也都从自身的经历得知 一段亲密关系 是有多容易 快速地从欢乐之源 转变成为痛苦之源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 正负两极 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亦都是我们每个人 底层的痛苦的一部分 而这个底层的痛苦 和认同心智的小爱意识状态 物不可分 你的痛苦有两个层次 你现在所创造的痛苦 还有存活在你的心智 和身体里面过往的交通 只要你无法取用当下的力量 每一个你经历的情绪痛苦 都会有一部分残留 继续在你之内存活 它会和过去已经残留下来 已经存在的那些旧痛合併 长住在你的心智和身体之内 当然 亦都包括你童年时期所受的痛苦 这一切都是你所诞生的 这个世界的无意识所造成的 这些累积的痛苦 形成了一个占据你身体 和心智的负面能量墙 如果你将它视为一个看不见的实体 那就离真相无多远了 它就是情绪的痛苦之身 痛苦之身有两个存在的模式 有静止和活跃的部分 它可能有90%以上的时间都是静止的 但是 在一个极度不快乐的人之中 痛苦之身可能有100%的时间都是活跃的 有人几乎完全经由他们的痛苦之身而过活 亦都有人只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例如是亲密关系之中 又或者是过去的失落、遗弃、身体 和情绪的创伤等等有关的状况内 才会体验到痛苦之身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触发痛苦之身 尤其是当事情和你过去的痛苦模式相呼应的时候 当痛苦之身准备好要重静止的状态之中 苏醒的时候 就算是一个念头 又或者身边的人一句无心之言 都有可能会触动它 解除对痛苦之身的认同 痛苦之身最怕你直接观察它 并且见到它的真面目 当你去观察自己的痛苦之身的时候 感受它在你之内的能量场 并且将你的注意力转入它 在那个时候 那份认同就会瓦解 然后一个更高维度的意识就会进来 我们称之为林寨 你现在是痛苦之身的目击者 又或者是观察者了 这就意味着 它无法再自由假扮到好像是你一样 而去利用你 同一时间 也无法再透过你 而帮它自己添加柴火 你已经找到自己最深处的力量 有些痛苦之身 会像一个不停哭和不停扭脚的小朋友一样 非常之令人讨厌 但相对来说 并没有什么害处 而有些痛苦之身 就很邪恶 而且是具备破坏性的怪物 真正的恶魔 有些会有肢体暴力倾向 更加多的是情绪上的暴力 有些会攻击你周围 又或者是你亲近的人 有些就会攻击你 也就是攻击他们的宿主 在遭受痛苦之身攻击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生命的看法和感受 就会变得极为负面 并且倾向自我毁灭 疾病和意外通常都是这样产生的 有些痛苦之身 还会驱使他们的宿主去自杀 有时你以为你很了解某个人 但忽然之间 你发现你所面对的 竟然是一个陌生和讨厌的怪物 这种情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震惊 不过 在自己之内观察到痛苦之身 比见到其他人的痛苦之身更加之重要 至于自己内在任何不快乐的迹象 无论哪种形式 这些都很有可能 是正在苏醒的痛苦之身 他会以各种的形式表现 憤怒 不耐烦 阴沉的心情 伤害其他人的欲望 暴露 沮丧 又或者人际关系里面 那些小剧场的冲动等等 在痛苦之身 正要从静止其 骚醒的那一刹那 你就要马上抓住他 就好像每一个存在的实体一样 痛苦之身 亦都想要继续生存 但是 他只可以借由你无意识的认同 他才可以存活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痛苦之身就会扬升 掌控你 成为你 然后经由你而存活 痛苦之身 需要透过你获得食物 他会和任何 和他特定的频率共振的经验 任何可以进一步 制造痛苦之身的事物 作为食物 无论是哪种形式 憤怒 破坏 仇恨 悲伤 情绪小剧场 暴力 甚至乎是质病 当痛苦之身 掌控你之后 你就会在你的生活之中 制造一个情景 反映出他的能量频率 让他可以喂养自己 痛苦 只能以痛苦为食 他无法享受喜悦 喜悦对他来说 难以消化 一旦痛苦之身掌控了你 你就想要更多的痛苦 你会成为受害者 又或者是迫害者 你一不是 想要加诸痛苦 在其他人的身上 一不是 就是想要受苦 又或者是 两者皆事 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当然 你完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会极力地声称自己 并不想要痛苦 但如果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你的思考和行为 都是在令到自己和他人持续受苦 如果你真的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模式就会瓦解 因为想要更多的痛苦 这个行为是有多么痴烟 而且无人会有意识地 做出这些那么痴烟的行为 痛苦之身 就是小我所投射出来的黑色阴影 他其实很害怕你的意识之光 很害怕被人捉到 痛苦之身的存活 取决于你无意识地和他认同 还有你在无意识之间 很害怕去面对的那些 存在在你内在的痛苦 但如果你不面对痛苦 不将意识之光带入痛苦 那你就会被逼一而再 再而三感经历痛苦 痛苦之身对你来说 可能就像一只危险的怪物 你甚至乎不敢正视它 但是我可以保证 它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幻影 没办法对抗你临在的力量 当你成为观察者 并且开始解除认同的时候 痛苦之身仍是会运载一段时间 而且会试图去诱拐你再度认同它 虽然你不再经由认同而赋予它能量 但痛苦之身 还有一定的动能 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运作 就好像一个转动的车轮 就算失去了动力 它还是会持续转一会儿 才会停下来 在这个阶段 它可能还会造成一些身体 不同部位的疼痛和不适 不过它并不会持续太久 保持临在 保持有意识 每一刻都很警觉地守护自己的内在空间 你必须有足够的临在 才能够直接观察到痛苦之身 并且感受它的能量 这样它就无法再控制你的思想 一旦你的思维方式 和痛苦之身的能量长一致 你就会认同它 并且再度用你的思想去喂养它 如果愤怒是你痛苦之身的主要能量振动频率 而你有些愤怒的念头 总在想其他人对你做了些什么 又或者是你对他做了些什么 那你就已经进入了无意识的状态 痛苦之身已经变成了你了 所以每次当愤怒产生 在它的下面都埋藏着痛苦 或者当一个抑鬱的情绪来临的时候 你开始进入负面的思维模式 你觉得你的生活实在太差了 这个时候你的思考已经和痛苦之身一致 对痛苦之身的攻击 就会变得完全没有知觉 甚至是脆弱不堪 我在这里所说的无意识 是指认同于某一种心理 又或者情绪上的模式 它意味着观察者完全缺席 将受苦转化为意识 持续且有意识的关注 可以切断痛苦之身 和你思考过程的连结 进一步促成转化 这就好像痛苦变成了你的意识火焰的燃料 也因此令到意识之火燃烧得更加之旺盛 这就是古代念金属的奥秘 低賤的金属转化成为黄金 受苦转化为意识 内在的分裂被疗愈 你再度变得完整 从此之后 你的责任就不再是制造更加多的痛苦了 将注意力 聚集在你的内在的感受上面 认出那一个就是你的痛苦之身 并且接受它存在的事实 不要思考它 不要令感受变成思考 不要批判或者分析 不要从痛苦之身尋找你的身份认同 也就是你的自我感 保持临在 持续地观察你内在所发生的事情 你不单止要去觉察情绪的痛苦 还要觉知到那个观察者 也就是那个静默的旁观者 这个就是当下的力量 你自身意识临在的力量 接着来静观其变 这样就可以了 小我对痛苦之身的认同 我刚才所描述的过程 可以说是强而有利 而且影响心愿的 但是就非常之简单 就连小朋友都可以学得识 希望有一天 他会成为小朋友 在学校里面所学到的 头几件事 其实临在 就是去观察内在发生的事情 一旦你透过自身的经验 了解到保持临在的基本原理 那你就会拥有强大的转化工具 你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那并不是要你去否认 你内心里面所遭受的那种 强烈的内在抗拒 你可能会抗拒 从你的痛苦之中撤离 尤其是 如果你大半生 都密切地认同你的情绪 和痛苦之身 而且又投注了全部 又或者大部分的自我感 在内面 那这种抗拒就会发生 你不需要否定这种抗拒 其实它意味着 你从你的痛苦之身 制造了一个不快乐的自己 并且相信 这个心智所构建出来的幻象 就是真正的你 在这种情况下 无意识 很害怕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 所以 便会制造出强烈的抗拒 抗拒 抗拒撤离那份认同 换句说话来说 你宁愿停留在痛苦之中 成为痛苦之身 也不愿意冒险 失去那个熟悉 但是不快乐的自己 投身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观察你内在的抗拒 观察自己对痛苦的执着 保持高度的警觉 观察你从不快乐之中 衍生出来的那些奇特的乐趣 观察你想要谈论 又或者思考它的强迫性冲动 如果你意识到它 那这份抗拒就会消失 接着下来 你才能够把注意力 带回到痛苦之身 在那个地方 你以观察者的身份临在 亦都因此啟动了痛苦之身的转化过程 能够这样做的 只有你自己 并没有其他人可以代劳 但是如果你足够幸运 可以找到一个高度有意识的人 而且跟他们一起 加入他们的临在状态 这样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会加速这个转化的过程 这样一来 你的意识之光 就会快速地绝脏成长 当一块刚刚开始燃烧的木柴 和一块正在刺热燃烧的木柴 过一阵 就算他们再度分开 第一块木柴 亦都会烧得比之前更加厉害 毕竟火都是一样的 灵性老师的功用之一 就是做了一块刺热燃烧的木柴 有一些心理治疗师 亦都可以做到同样的功能 只要他们在治疗的时候 能够超越心事层次 并且创造维持高度的意识临在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首先要记住的地方是 只要你从痛苦之身 制造自己的身份认同 你就无法从痛苦之中解脱 只要把部分的自我感 投入到情绪的痛苦之中 你就会无意识地抗拒 又或者破坏任何治愈的伤痛的企图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 因为痛苦已经成为了你主要的部分 而你想要令到自己保持完整 这个就是无意识的过程 唯一可以克服的方法 就是意识到这个过程 你临在的力量 突然间发现自己 一直执着于自己的痛苦 这份了悟可能相当令人惊讶 但是在你了悟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打破了那份执着了 痛苦之身是一个能量场 几乎好像一个实体一样 暂时居住在你内在的空间之中 它是被困住的生命能量 已经停止了流动了 当然 痛苦之身 是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存在 它是存在在你之内的过去 而如果你认同它 你就在认同过去 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认同 就是相信过去比当下更加有力 但是刚巧就跟事实相反 你相信其他人 和他们对你所做的事 应该为你现在的样貌负责 也应该为你的情绪痛苦 或者是你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负责 事实上 唯一存在的力量 是隐含在当下的那一刻的 也就是你临在的力量 一旦了解到这一点 你也会了解到 你要为此刻的内在空间负责 它并不是其他人的责任 而过去 永远都无法战胜当下的力量 无意识创造了痛苦之身 而意识将它转化成为意识本身 圣保罗曾经优美地表达过这个宇宙真理 在光芒照耀底下 万物无所遁形 而在光之中显现出来的东西 都将会成为光 就好像你无法和黑暗抗争 你也无法和痛苦之身战斗 试图这样做 只会创造内在冲突 也会带来更加多的痛苦 只要观察它便足够了 观察意味着在当下的那一刻 是痛苦之身为当下本然的一部分 并且接纳它 第七章 从想引关系到开误关系 爱恨交绩的亲密关系 除非你能够接触到临在的意识频率 如果不是所有的关系 尤其是亲密关系 都是有瑕疵 而且最终会功能失调 可能有一段时间 看起身会很圆满 当你沐浴在爱河的时候 但当争执、冲突、不满 和情绪 甚至在肢体上的暴力冲突 发生的频率 逐渐增加的时候 就算是看起身很完美的关系 最终都一定会遭受到破坏 大多数爱的关系 在没多久之后 似乎都会变成爱恨交绩 爱可能在转瞬之间 就会变成粗鲁的攻击 彼此充满敌意 又或者冷漠以对 这种现象很常见 如果你在亲密关系之中 同时经历到爱 还有爱的对立面 例如是攻击 情绪暴力等等 那你很可能 将爱和小恶的执着 和他的想引证 混乱了 你没有可能在这一刻 还深爱着你的伴侣 而下一刻 马上就对他展开攻击 真正的爱 并没有对立面 如果你的爱有对立面 那些就不是爱 而是小恶对更完整 更深层的自我感的强烈需求 而你的伴侣 可能暂时可以满足这份需求 你的爱 是小恶用来代替救赎的一种手段 而在短时间之内 他的确看起身好似救赎 但有一天 你的伴侣某些行为 会无法满足你的需求 也就是你小恶的需求 而小恶意识之中固有的一些感受 例如是恐惧 痛苦 和愧乏 原先暂时被爱的关系所遮蔽 这个时候 都会全部浮现出来 就好像所有的想引证一样 用药的时候 你会有快感 但最终有一天 连药物都已经无用了 当那些被暂时遮蔽的痛苦感觉 再到浮现 你的感受 就会比以前更加之强烈 不单止是这样 你可能还会将你的伴侣 当成是造成这些感觉的罪魁和首 也就是说 你会将这些感觉向外投射 而且用野蛮的暴力去攻击对方 而这种野蛮的暴力 原先就是你痛苦的一部分 这种攻击 可能会触动你伴侣原有的相同 对方也会立即环以颜色 这个时候 小我就是无意识地希望她的攻击 又或者是操控对方的企图 可以令到对方知道进退 从而去改变他们的行为 如果伴侣的行为真的改变了的话 那小我又可以用你们之间的关系 继续来遮蔽这些相同 如果你无意识地拒绝面对 又或者是经历自己的痛苦 想引证就会出现了 而所有的想引证都是以痛苦开场 也都以痛苦收尾 无论你的想引证是什么 酒精 食物 合法 又或者是非法的药物 某一个人 是什么都好 你其实都只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来遮盖自己的痛苦 那就是为什么一旦最初的蜜月期结束之后 亲密关系之中会出现那么多不快乐和痛苦 亲密关系不会导致痛苦和不快乐 只会带出你内在原有的痛苦和不快乐 所有的想引证都是这样 当想引证去到无法满足你的地步 你所感受到的痛苦也会比以前更加强烈 而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试图逃离当下 想着在未来来寻找救赎的原因 如果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当下 这样就要立即面对自己的痛苦 而这一样东西正正是他们最恐惧的东西 真相可以瓦解幻象 即是很希望他们可以明白 在当下吸取临在的力量 来去瓦解过去和过去的伤痛 其实是有多么容易 也都但愿他们知道 他们和自己的实相 也就是和神是有多么接近 为了避免痛苦而放弃拥有质物关系 也都不是解决之道 因为痛苦无所不在 三年之内经历三次失败的关系 和把自己困在荒岛 又或者是困在房间里面三年相比 前者更加容易将你大向觉醒 不过如果你独处的时间 可以保持高度的临在 效果可能亦都差不多 从想忍关系到开误关系 无论你是独居 还是和伴侣同居 下面一点都是关键 将你的注意力更深地带入当下 令到自己临在并且强化它 为了令到爱绝壮成长 你的临在之光必须够强 才能够不让那个思考者 又或是痛苦之身控制 令到你以为他们就是你 所谓自由、救赎和开悟 就是知道你自己在思考者之下的本体 心自噪音下的定静 还有痛苦之身下的爱和喜悦 解除对痛苦之身的认同 就是将临在带入痛苦之中 再进一步转化它 解除对思考的认同 就是静默地观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尤其是那些重复性的心智模式 还有小我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不再投注自我感在心智之中 他便会失去强迫性的特质 而所谓的强迫性 就是无法停止批判 抗拒当下 并且制造冲突 人生的小剧场 还有新的痛苦 事实上 在接纳当下 而停止批判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从心智之中解脱了 你为爱 喜悦 和平安 创造了空间 首先 你停止批判自己 然后再停止批判你的伴侣 最能够催化关系转变的因素 就是完全去接纳伴侣此刻的模样 不要以任何的方式批判 或者改变他们 这样一例 你就立即超越了小我 所有的心智游戏 和想引证到此结束 再也没有受害者 也没有逼害者 没有缘高 也没有被告 这个就是所谓的 共依存现象的终结 所谓的共依存 就是被扯进他人的无意识模式里面 令到自己不知不觉地挫咒为弱 令到那个模式继续传活 一旦终结了共依存现象 你们不是会在爱之中和平地分手 就是会一起更深地进入当下 进入本体之中 真的有可能是这么简单吗? 是啊 就是这么简单 爱是本体的一种状态 你的爱不需要外求 它深深地直跟在你的内在 你无法失去它 它也不会离开你 它无需依附他人 也无需依附其他的外在形式 在你临在的定性之中 你能够感受到自己无形无相 无时间性的实相 也就是赋予你肉体生命活力的 未显化生命 然后你就能够感受到 所有人类和万物的内在深处 都有着和你相同的生命 你看穿了分离和形相的布幕 它就是对合一的领悟 这一点就是爱 但除非你能够永久地 从心自认同之中解决 而且你的临在 强烈到可以瓦解痛苦之身 又或者你至少能够以观察者的身份 保持临在 如果不是 爱就无法绝脏 只可能会有几次痰花一言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 那痛苦之身 就不会再掌控你 更加不会摧毁爱 将亲密关系 当成灵性羞耻 伴随着人类 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心智 大部分的关系也无法 在本体之中扎根 所以慢慢就会转变成为痛苦的根源 并且充满问题和冲突 如果你的亲密关系 强化了小我心智的模式 并且赋予了他更加多的能量 而进一步激发了痛苦之身 那为什么不去接纳这个事实呢? 为什么也要试图逃脱呢? 为什么不采取合作的态度? 为什么也要避开亲密关系 又或者是继续患上一个完美的伴侣会出现呢? 这个人的出现真的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又或者令你感觉到圆满吗? 当你能够承认并且接纳这些事实的时候 他们就无法再控制你了 例如说 当你觉知到有不和谐的状况存在 你对这个状况就会了然于心 经由你的觉知 一个新的元素就会加入你 而那份不和谐 就无法再维持不变了 当你知到自己不在平安之中 你的觉知就会创造一个宁静的空间 它以慈爱和温柔 说是抱住你心里面的那种不安 然后将你的不安转化成为平安 就你内在的转化来说 你是无法做些什么来令到它发生的 你无法自我转化 当然也无可能转化你的伴侣 又或者是其他任何人 你所能够做的事就是创造一个转化的空间 令到转化得以发生 令到恩典和爱能够进来 所以每次当你的关系发生问题 每次当它将你和伴侣内在的疯狂 带出来的时候 你反而应该高兴 因为那些无意识的东西终于见到光了 这个是得到救赎的大好机会 每时每刻都要保持住对那一刻的觉知 尤其是针对自己的内在状态 如果有怒气 那就要知道自己有怒气 如果有妒忌 防卫 争辩的冲动 也要觉得自己是对的偏执 内在小孩 对于爱的关注和需求 又或者是任何情绪上的痛苦 无论是什么 都要觉知到那一刻的实相 并且对它了言于心 如此一来 这一份关系就会变成了你的实修方法 你灵性的修持 如果你在伴侣身上观察到无意识的行为 用你的觉知 慈爱地环抱着它 你就不会随之起舞 无意识和觉知 没有办法长时间并存 就算那份觉知 只会存在在另一个人身上 而不是在那个作出无意识的行为的人之中 在敌意和攻击背后的能量形式 绝对无法忍受爱的存在 如果对伴侣的无意识行为作出反应 你自己也会变得无意识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的你 能够记得要觉察到自己的反应 那你就不会迷失了 有时以来 亲密关系从来都没有像现在那样 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而且冲突不断 或者你可能已经意识到 亲密关系并不是为了令你开心 又或者是满足而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亲密关系 是为了令你更有意识 而不是更加快乐的话 那这种关系反而可以为你带来救赎 你会和更高的意识联合一致 而这些更高层的意识 就是想借由你而降临这个世界 至于那些紧紧捉住旧模式不放的人 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暴力 混乱和疯狂 到底需要多少人 才能够令你的生活变成灵性的羞耻 如果你的伴侣不配合 你也不需要在意 神智清明 也就是意识 只可以藉由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不需要等到全世界都清醒 又或者等某一个人有意识 才能够进入开悟的状态 如果要等 你可能会等到天方地老 不要被此去责怪对方无意识 一旦开始争论 你就已经认同某一个心理立场 而且不单只会保护一个心理立场 也会保护你的自我感 这个时候小我便当家作主 你就墮入了一无意识之中 当然 有时你必须指正伴侣的一些行为 但如果你足够觉醒 足够临在 就可以在壁母小我感受的情况下 为伴侣给予一些回馈 不带批判 控诉 又或者责怪 当你的伴侣作出无意识的行为的时候 放下所有的批判 批判一不是会将对方的无意识行为 和他的本质混为一谈 一不是就会将你自己的无意识 投射在对方的身上 而误以为 那个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 放下批判 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忽视功能失调和无意识 他的意思是要去做那份觉知 而不是去做那个反应 不是做那个批判 这样的话 你一不是是完全一些反应都没有 一不是 就虽然有反应 但仍然会保持觉知 那份觉知 就是容许反应存在 并且在个中观察它的那个空间 你不需要和黑暗抗争 而是将光带入来 不追随幻象起舞 而是见像飞像 看穿着它 作为那份觉知 会创造出一个有爱临在的清晰空间 允许万事万物和所有的人 以他们本来的面貌存在 并没有被这件事 更加能够作为促进转化的催化剂 如果照着这样去练习的话 你的伴侣 就无法无意识地继续跟你共处 如果双方都同意 令到这段关系变成灵性的羞耻 那就再好不过了 当各种的想法和感觉一产生 又或者一个反应出现的时候 你们可以马上向对方表明 这样就不会创造时间差 令到未被表达 又或者认可的情绪 甚至于怨气 有机会之掌 学习不带着责怪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也都学习以开放 不防卫的方式去傾听你的伴侣 给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的空间你的伴侣 并且保持临在 这样一来 控诉 防卫 攻击 所有用来强化 又或者保护小我 甚至乎是用来满足他需求的模式 就通通都会变得多余 为他人留有一些余地 亦都为自己留有一些空间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没有空间 爱就没有办法滞掌 当两个破坏生物关系的要素被移除 也就是说 当痛苦之身被转化 而你也不再认同心智和心理立场 如果你的伴侣也是这样做的话 你就会经历到生物关系 就像开花一样的狂喜 你们不再反应彼此的痛苦和无意识 也不再去填补彼此想引一样的小爱的需求 反而 会将自己内在深处感受到的那份爱反应给对方 那份爱伴随着一份领悟 领不到自己和万事万物的合一 这一样东西就是没有对立面的爱 如果你的伴侣仍是认同心智和痛苦之身 但是你就已经解脱了 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不是对你 而是对你的伴侣来说 和一个开悟的人在一起生活并不容易 又或者应该说 他的小爱会觉得受到极大的威胁 记住这一点 小爱需要问题、冲突和敌人来强化分离感 他的身份所依靠的东西 就是那份分离感 和开悟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 未开悟那一方的心智 会觉得非常气馁 因为他固定的心理立场 不会遭到抗拒 也就是说 这些立场 将会变得遥遥欲罪而且脆弱 甚至乎 还有崩溃和瓦解的危险 最将会导致自爱的丧失 痛苦之身 要求回归 但是就得不到 那么他对争辩 小剧场 和冲突的需求 就没办法得到满足了 放弃和自己的关系 你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所以 在形象身份的层面来说 你是不完整的 这件事 和有没有开悟无关 你是一个整体的一半 而这份不完整 就促成了男女之间的吸引力 也就是异性能量相级的引力 无论你多么有意识 都会感觉到 但是 在内在连结的状态下 你只会粗浅地 在生活中感受到这种引力 这并不是说 你不会和其他人 又或者你的伴侣 会有较深的连结 实际上 唯有意识到本体 你才能够和他人有更深的连结 源自本体 你就能够穿越形象的围幕 而聚焦在对方的本质上面 而在本体之中 男性和女性是合一的 你的表层形象 可能仍是会有些需求 但本体就一无所求 因为他本身 已经是全然完整的了 如果你的需求被满足了 那很好 但是他们的满足与否 对你的深层内在状态来说 无关紧要 所以对一个开悟的人来说 如果异性相级的需求 并没有被满足 在外在的层次上面 他很有可能会感觉到缺乏 又或者是不完整 但同一时间 他的内在 依然会感受到全然的完整 圆满和平和 如果你在独处的时候不自在 那你就会去尋找一份 侧物关系 去遮掩你的不安 可以确定的是 你的不安 会在这份关系之中 以其他的形式重新浮现 到时候 你可能会归咎在你的伴侣身上 你真正需要做的事就是全然地接受当下 这样一来 你在此时此地 就能够感觉到自在 同一时间也能够安然独处 但是你真的需要和自己建立一份关系吗 你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做自己呢 当你和自己建立一份关系的时候 就会将自己一分为二 我和我自己 主体和受体 这一个心智所创造出来的二元对立 就是所有不必要的复杂事物 和所有你生活之中的问题和冲突的根源 在开悟的状态之中 你就是你自己 你和你自己合二为一 你不会批判自己 不会为自己感到难过 不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不爱自己 不恨自己 如此类推 自我反射意识所造成的分裂愈合作 他的诅咒也都被解除了 再也没有一个自己需要你去保护 防卫又或者是卫养了 当你开悟的时候 你会失去一段关系 你和自己的关系 一旦你放弃了和自己的关系 你其他所有的关系 都将会是爱的关系 第三部分 接纳和神福 当你神福于当下的本言 而全然地临在的时候 过去就失去了他的力量 被心智所遮蔽的本体范畴 就会开启 突然之间 你的内在 会升起极大的定静 一种心不可测的平安感 在那种平安之中 有着极大的喜悦 在那种喜悦之中 有爱 而在最深处的核心 是神性 不可预测 和无法命名的那样东西 第八章 接纳当下 无常和生命周期 在成功的周期中 事事水到渠成 欣欣向荣 而当事物凋零 又或者瓦解的时候 就进入了失败的周期 你必须放下它们 以便可以腾出空间 令到新的事物可以出现 又或者是 令到转化得以发生 如果你紧握着不放 而且抗拒的话 这就表示 你拒住 顺水生命之流 这样的话 你便会受苦 消融瓦解 是新生命的前奏 周期性循环 上意上升 缺一不可 衰退周期 对灵性的领悟来说 绝对必要 你必须在某个层面上 受到重挫 又或者是经历 一些重大的损失 或者痛苦 才会被灵性的向导 所吸引 否则 就算你的成功 亦都会令到你感觉空虚 没有意义 反而是令到你受挫 你才会走向灵性 每一个成功之中 都隐藏着失败的可能 而失败之中 亦都隐含着成功的契机 在这个世界上 亦即是形相的层面上 每一个人 当然迟早都会失败 所有的成就 最终都会归零 所有的形相 都是无常的 你仍是可以积极地参与 并且享受显化 并且创造新形象 新情境的过程 但是 你不会与之认同 你无需要借由 这些形象和情境 取得自我感 它们不是你的生命 只不过是你的生命情境 一个周期 可能是几个钟 亦都可能是几年 在大循环之中 会有大大小小不等的周期 很多疾病 是因为抵抗 低能量周期而产生的 但低能量周期 对于重建 再生 就有绝对的必要 我们总是不由自主 想要做些什么 同时亦都倾向 从外在的因素 例如是事业成就之中 去吸取自我价值感 和身份认同 但是 只要你认同你的心事 一切都会是不可避免的幻象 不单止是这样 这样还会令到你很难 又或者是没办法接受低尘周期 亦都没办法可以允许它们存在 这样一来 有机体的智慧 可能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 而创造出疾病 通过这样 来强迫你停下来 让你可以开展必要的重建 只要你的心事判断 某种状况是好的 无论是人际关系 财产 社会角色 地点 又或者是你的身体 甚至就会执着于它 认同于它 同一时间 这个状况会令到你快乐 令到你自我感觉良好 还会成为你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又或者是你认为的一部分 但是 在这个万物必然衰败的围堵之中 并没有事物可以长存 它一不是会终结 一不是就会改变 又或者从一个极端 去到另外一个极端 一个昨日又或者是去年 还是好的状况 可能突然之间 就会逐渐变成不好 原来令到你快乐的东西 现在可能令到你不快乐了 今天的繁荣兴旺 转眼之间 就成为了明天空泛的消费至上主义 而快乐的婚礼和蜜月 转眼之间 就成为了不快乐的离婚 又或者是勉为其难的共存 又或者是一个状况烟消云散 而少了它 就会令到你不快乐 当心智执着和认同一个状况 又或者是情境改变 甚至乎在消失的时候 心智无法接受 它会紧紧地捉住 这些消失的情境不服 而抗拒它的改变 感觉就好像 但是你肢体的一部分 会被活生生地扯下来一样 你的快乐和不幸 实际上是一体的 只是因为时间的幻象 将它们分开了 你才会觉得 两者是不同的 对生命不加抗拒 就是活在一个恩典 自在和轻盈的状态之中 所以 这个状态 不再需要依赖事物 以特定的方式存在 无论是好还是坏 都无关重要 这样看起来似乎很矛盾 但是当你内在 对于外在形象的依赖消失之后 你生活里面的一般状况 也就是 外在形象的层面 会有大幅度的改善 你以前认为 能够带给你幸福的人 事又或者是情境 现在都毫不费力地 手到拿来 而当它们存在的时候 你也可以尽情地享受 和欣赏它们 当然 这些事物 最终都是会消失的 周期会来来去去 但当依赖消失的时候 你就并没有失去的恐惧 生命也因此随信自在 从外在世界 这个二手的源头 所衍生出来的幸福快乐 从来都无法深入人心 那些只不过是 本体喜悦的微弱反应 本体的喜悦 是你进入不抗拒的状态的时候 在你内在 找到的那些 充满生命力的平安 本体会带你 超越心智的量极化 令到你 可以从对外的依赖当中解脱 就算周围所有的事物 都土崩瓦解 你还是可以深深地感受到 内在核心的平安 你可能不会快乐 但是你会在平安之中 使用和放低负面性 所有的内在抗拒 都会以不同的负面形式 被经历到 所有的负面性都是抗拒 这样讲起身 负面性和抗拒 几乎是同意词 负面性的范围很广 从烦恼 不耐烦去到暴露 从沮丧的心情 深沉抑屈的憎恨 再去到自杀的绝望 有时这种抗拒 会触动情绪的痛苦之身 一旦是这样的话 一件小小的事情 都有可能会激发很大的负面情绪 例如愤怒 抑屈 又或者是深沉的悲失 小我相信 他可以透过负面性 来操控真实 最后得常所愿 他相信 藉由负面性 可以带来喜悦的情境 又或者是瓦解一个 令人不愉快的状况 如果你 我是指你的心智 他不认为 不快乐是有用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创造出不快乐呢? 事实上 负面性当然没有帮助 他不单止 不会带来愉悦的情境 反而还会阻挡他 不让他出现 他不单止 不会瓦解令人不愉快的状况 反而还会令到这个状况 挥之不去 负面性唯一的用处 就是他强化了小我 这个也是小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他的原因 一旦你认同某种形式的负面性 你就不想放手 而且在深层的无意识里面 你并不想要正面的改变 因为正面的改变 会威胁到那个 沮丧 愤怒 又或者是受到苛刻待遇的你 所以 你会忽视 否认 或者破坏你生命之中的正向事物 这样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 听起来也很疯 注意观察任何植物或者动物 让他们来教导你如何接纳事物的本言 神福于当下 让他们教导你什么是本体 让他们教导你什么是完整性 如何成为一体 如何做自己 如何才是真实不去 让他们教导你如何生 如何死 如何不让生死变成问题 重复出现的负面情绪 有时的确包含了某种信息 就好像疾病一样 迫使你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情景 并且作出一些改变 但是 你在工作 人际关系 又或者是环境上所作的改变 如果不是来自你意识层次的改变 最终都会留于表面 所谓的意识层次的改变 只是意味着一件事 更加临着 当到达某种程度的临着的时候 你就不再需要负面性来告诉你 你的生命情境之中需要些什么 但是只要负面性还存在 那便利用它 将它当成一种警号 提醒自己 必须要更加临着 当你感觉内在出现了负面性 无论那样东西 是由外在的因素 某一个念头 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引起 都将它视为一个提醒自己的声音 它将会跟你说 注意 要注意此时此地 醒 脱离心智 保持临着 就算最轻微的反噪 也很重要 你需要去觉察 并且观察 否则 一些未受到观察的反应 便会累积下来 而一旦你了解 你的内在 不需要这些毫无价值的负面能量墙 你可能可以就此放低它 但要确定 你是否完全将它放低 如果你没办法放低 便接纳它的存在 并且将你的注意力 带到它所引发的感受上 除了选择放低负面反应 你也可以直由想象自己是透明 允许造成这个反应的爱在因素 穿透来 而令到这个负面反应消失 我建议你 首先从小事 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练习 例如说 这个时候你安静地坐在家里 忽然间 在对面街上 传出一些很刺意的响安声 你心里的烦躁 马上就升起 那么这个烦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当然什么目的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又要创造它呢? 你没有创造它 是心智所创造的 这些完全是自动化 和无意识的反应 为什么心智要创造繁粗呢? 因为心智无意识地认为 它对这些噪音是抗拒的 好像抗拒它 就可以瓦解到 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状况 和你平时所经历到的负面性 又或者是某种形式的不快乐 是同样的道理 这些当然只不过是一种错觉 因为心智所创造的抗拒 例如是上述这个例子里的 烦躁或者是愤怒 远远比他试图瓦解的 那个最初的原因 要黑人争得多 这些都是可以转发成为 灵性羞耻的机会 在刚才所提到的那个 汽车响安声的例子里面 你可以感受到自己变成透明 并没有一个固体的肉身 然后你就允许那些噪音 又或者是引起你负面反应的因素 穿透你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再在你的内在 冲撞到那某坚硬的墙 就像我所说的这样 你可以首先从一些小事开始练习 例如是汽车的响安声 狗吠声 小朋友的哭声 塞车等等 与其在内在树立一栋坚实 而且抗拒的墙 令到他硬是很痛苦的 被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所冲撞 打击 那不如 令到所有的事物穿透你 如果有人对你说了一些 好无礼貌 又或者刻意要伤害你的话 与其进入无意识的反应 和负面性 例如是攻击 防卫或者退缩 那倒不如 被他正中目标的穿透你 不作任何抗拒 就像在此时此地 并没有人可以被伤害一样 这些就是宽恕了 如此一来 你就百毒不侵了 你当然还是可以选择这样做 去告诉那个人知道 他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但是那个人 不再有控制你内在状态的能量 于是乎 你就有了自主权 而不再受制于人 也不会被你的心智所掌控 无论是汽车的响安声 粗老的人 洪水 地震 又或者是失去你所有的财产 你所要面临的抗拒机制 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还在外面尋尋命迹 没有办法跳脱这个寻找的模式 并认为 可能下一个灵修的workshop 可以帮助你解答 可能某一个新的法门 可以帮助你解脱 那我就有一段说话想跟你说 不要去寻找平安 不要去寻找你此时此刻的状态之外 其他的任何状态 如果不是 你就会造成内在的冲突 和无意识的抗拒 原谅自己 不能处于平安之中 当你完全接受自己 没有办法平安的这个事实 你的不平安 就会在那一刻转化为平安 任何你传言接纳的事物都会是这样 都会将你带入平安 这些就是神福的奇迹 当你接纳事物的本言的时候 每一刻都是最好的一刻 这个状态就是所谓的开误 慈悲的本质 超越了心智创造的对立面之后 你就会成为一个深不可测的湖 你生命的外在情境 也就是发生在个中的事 就好像是湖水的表面 随着周期性和季节不一样 有时会风平浪静 有时会波涛空涌 但是在湖的最深处 永远都平静无波 你就好像整个湖那样 而不是只是湖的表面 你和自己内在的最深处相连 那里永远是绝对的灵静 你不会在心理上执着于 某种特定的情境而抗拒改变 你内在的平安 不依附外在的状况 你安在在不变 永恒 永生的本体之中 不再依赖 狡猾多变的外在营商世界 为你提供圆满或快乐 你仍是可以享受营商的世界 在个中戏气缓闹 创造出新的营商 欣赏所有营商之味 但是你不需要再对任何事物产生执着 如果你觉知不到本体 就无法觉察到其他人的实相 因为你还未找到自己的实相 你的心智会对其他人的营商有酷乎之别 不仅是他们的身体 亦都包括他们的心智 但只有在觉知到本体的情况下 人与人之间才能够有真智的关系 如果从本体出发 你会将他人的身体和心智 只是当成一个屏幕 它本来就是 在这个屏幕之后 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真正的实相 就像你能够感受到自己一样 所以面对其他人的痛苦 又或者是无意识的行为的时候 你可以保持临在 并且与本体连结 亦都因此能够看穿他们的形象 并且透过自己的本体感受他人的光亮 和纯正的本体 在本体的层次 所有受苦都被视为幻象 受苦是因为形同形相而起的 遼遇的奇迹 有时会经由这样的领悟而发生 经由唤醒他人内在的本体意识而发生 如果他们都准备好的话 慈悲就是觉知到 你和众生之间的那份深深的连结 当下一次你再说 我和这个人一些共通之处都没有的时候 请你记得 其实有很多的共通点 几年之后 可能是两年 又或者是七十年 没有什么差别 你们两个都会化成枯骨 然后就是一抹黄土 最后灰飞烟灭 这一份是清醒而且谦卑的领悟 并没有丝毫可以骄傲的地方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负面的思想 不是 它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你对它视而不见 在这个意义上 你和众生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最有力量的一个灵性修持 就是深沉地冥想所有的物质形象 最终都将会面临毁灭 包括你自己 这些就是所谓的 在死亡之前就先死了 深深地进入这样的冥想之中 你的肉体形象只在瓦解 它不在了 然后下一刻 就是所有心智形象又或者思想的终结 但是你仍会在那里 作为一个神圣的灵灾 光芒四射 全然地觉醒 但凡是真实的东西 必定不会灭亡 会消失的东西 都是有名有形的幻象 在这个更深的层面上 慈悲变成了最广义的疗愈 在这种状态之中 你的疗愈能力主要不是来自你做了些什么 而是来自于你的存在 凡是跟你接触的人都会被你的灵灾所触动 亦都会被你散发出来的平安所感动 无论他们有没有意识 当你全然临在 而你周围的人就表现出无意识的行为的时候 你不会有反应的冲动 所以你也不会赋予他们的行为任何的真实性 你的平安就是这么广大心愿 任何不平安的事物都会消融其中 好像从来都没存在过一样 这样就打破了行动和反应之间的业力循环 动物、树木、花朵都会感受到你的平安而有所回应 你透过你的存在 透过展现神的平安而交化万物 你成为了世界之光 散发纯粹的意识 再进一步在因的层面 消除了苦难的源头 你殲灭了这个世界的无意识 神福的智慧 你会经历到怎样的未来 主要取决于当下这一刻的意识质量 所以 神福是引发正面改变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次要的 真正正面的行动 是不会在不神福的意识状态之中升起的 对某些人来说 神福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意义 暗示着挫败、放弃 无法承受生活之中的挑战 变得被动、持缓等等 但是 真正的神福 和上述的状况自然不同 它并不是指要被动地忍受 你所在的每一个情境 什么都不做 也不意味着要停止计划 又或者不采取正面的行动 神福是简单 但是就影响深远的智慧 随信生命之流 而不是逆流而上 你唯一可以体验到生命之流的时刻 就是当下 所以神福就是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接纳当下这个时刻 它是放下对事物本然的内在抗拒 内在抗拒就是透过心理批判和负面情绪 对事物本然say no 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 这种情形尤其明显 所谓出了差错就是你的心智的要求 又或者是严苛的期望 和本然之间有了差距 这些就是令人痛苦的差距 如果你会得足够长久 就知道事情准会有出错的一天 如果你想要将痛苦和悲伤 从生活之中排除的话 在事情出差错的时候 更加需要练习神福 接纳本然会立即将你从心智认同之中解放出来 令到你可以重新与本体连结 抗拒就是心智 神福是一个纯粹的内在现象 它并不表示 你不可以在外在层面采取行动 并且改变现象 事实上当你神福的时候 你需要接纳的东西 并不是那个整体的情景 而是那个叫做当下的微小片段 例如说 如果你新任泥酒之中 你不会说 好了我认命啊 我就永远困在泥里面 放弃并不是神福 你不需要接纳一个 令人不快乐的生命情景 也不需要欺骗自己 说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 你可以全心全意地承认 你想离开这个情景 然后将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当下时刻 而不要以任何方式 为它贴上心理标签 那意味着当下并没有任何批判 所以就没有抗拒 没有负面情绪 你接受了当下那一刻 就是这样的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采取行动 尽你所能地 令自己离开那个情景 我将这样的行动 称为正向行为 它比来自愤怒 说望又或者是挫败的负面行为 有效得多 在你达到自己想要的成果之前 要持续地透过 不为当下贴标签 你练习神福 我用一个视觉化的比喻 来说明我的观点 在深夜的时候 你走在一条小径上面 被龙墓所围绕 但是你有一个很光的电筒 它的光穿透龙墓 在你前面创造了一个 狹窄而明亮的空间 这里的龙墓 就是你的生命情景 包含过去和未来 而那电筒 就是你有意识的临在 那个由电筒 所照出来的明亮的空间 就是当下 不神福 会令到你的心理形象 也就是你的小岸的外壳 会更加之还强 因此而创造出强烈的分离感 你周围的世界 尤其是周围的人 就会被视为威胁 然后无意识地 想要自由批判 而毁灭他人的冲动 就会升起 竞争和操控的需求 亦都出现了 甚至乎 大自然亦都会变成你的敌人 而你解释和理解事物的观点 亦都会被恐惧所主宰 我们称为妄想症的心理实病 就是这种常见的功能失调的意识状态 稍微严重一点的形式 在抗拒的情况下 不单止是你的心理形象 就连你的物质形象 也就是你的身体 都会变得僵硬 身体的不同部位 会出现紧张的情形 整个身体都会收缩 而对身体的正常运作 至关重要的生命能量支流 亦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令他无法在身体内自由地流动 多动身体和某些形式的物理治疗 对恢复这个生命支流会有帮助 但除非你在每日的生活中 都会练习神福 否则这些方法 就可以短暂地舒缓一些症状 因为病因也就是抗拒的模式 并没有被拔除 你的生命情境 是由那些手中即逝的状况所组成的 而你内在有一个部分 就不受到这些影响 只有透过神福 你才能够触及到这个部分 那些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核心本体 它永恒地存在在当下的无时间领域之中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情境令人不愉快 甚至乎是难以忍受 唯有首先经历神福 你才能够打破 令到这个情境持续存在的 那个无意识抗拒的模式 神福和采取行动 进行改变 又或者达成目标 完全是没有冲突的 但是在神福的状态 会有一份完全不同质量的能量 流入你那里 神福将你和本体的能量源头 重新连结 而如果那些能量注入了本体 它就会成为一种生命能量的欢庭 将你带入更深的当下 经由不抗拒 你的意识质量 会大幅度地提升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质量 亦都会连带地有所改变 然后好的结果就自然会呈现 并且反映出那份质量 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福之中的行动 在神福的状态底下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需要做些什么 然后采取行动 一次就是做一件事 而且一次就是专注一件事 向大自然学习 看看万物是如何自然地完成运作的 而生命又是如何在毫无不满 又或者是不愉快的情况下 展现奇迹 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 看看田野里的那些百合花是如何生长的 它们既不留苦 亦不仿杀 如果你的整体情境 令人不满或者不愉快 将眼前的一切从那些情绪之中分离出来 然后向当下本然地臣服 这个就是那个穿透龙帽的电筒 这样的话 你的意识状态 就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所控制 你亦都不再基于反应和抗拒行事 接着来 好好地审视这个情境内的细节 问一下自己 我可以做些什么 来去改变和改善这个情境 又或者令到自己在里面脱离出来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那就采取适当的行动 不要将注意你 放在一百件你未来要做 又或者是可能要做的事情上面 而是要专注在一件 你这个时刻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样并不是说 你不应该做任何的计划 计划很有可能就是你此时此刻 可以做的一件事 但你要确定 你不会一直在你的脑海之中播放电影 我是指 不要不断地将自己投射到未来 不要因为这样而失去当下 你采取的任何行动 可能并不会立即有什么结果 但是在结果出现之前 不要抗拒本然 如果此时此刻的你 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的行动 也没有办法从这种情境之中抽身而出 那就是利用这个情境 令到你更深入神福的状态 更深入当下 更深入本体 当你进入了临在的那个永恒的围度 改变可能会以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而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的力气 生命会提供援助 而且会非常之配合 而如果恐惧 内疚又或者懒惰之类的内在因素 阻止了你采取行动 它们也会在你的意识临在的光芒之中消弱 不要将神福和理鬼它 又或者是 我一点都不在乎 这两种态度混为一谈 如果你仔细地去看看 就会发现这两种态度 其实是被隐藏的怨恨 这种形式的负面性所污染 它们根本上就不是神福 而是经过艺专的抗拒 当你神福的时候 将你的注意力到向内在 去检查一下 是否还有任何抗拒的痕迹 遗留在内面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要保持高度的警觉 如果不是 那一小处的抗拒 可能会发生成为思想 又或者未被承认的情绪 持着地藏匿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 从心智能量到灵性能量 首先从承认自己内在有抗拒开始 当抗拒升起的时候 与它同在 去观察你的心智如何去创造它 它又是如何为各种的情境 你自己又或者其他人贴上标签 观察一下思考的过程 感受一下情绪的能量 直由目睹抗拒 你会发现它毫无用处 直由全神贯注地在当下 无意识的抗拒就会被意识到 而这个时候就是它的末日 你无办法既有意识又不快乐 既有意识又注于负面的情绪之中 负面性 不快乐又或者是痛苦 无论以任何的形式出现 都意味着有抗拒存在 而抗拒 总是无意识的 你会不会选择不快乐呢? 如果你并没有选择不快乐 那它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谁令它持续下去的? 就算你意识到自己不快乐的感受 但事实是你认同了这些感受 并且经由强迫性的思考 令到这个过程持续下去 你一切都在无意识之中进行 如果你有意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当下完全敢临在 那所有的负面性 几乎会立即消失 它无办法在这个临在之中生存 只可以在你缺席的时候存活 就算是痛苦之身 也无法在你的临在之中存活太久 为不快乐赋予时间 就会使它持续下去 因为时间是不快乐 賴以生存的要素 而透过当下这一刻的强烈觉知 你可以移除时间 不快乐就会就此终结 但是 你真的要它消失吗? 你真的受救了它吗? 如果没有这种不快乐 你又会是谁呢? 除非你有好好地修炼神福 如果不是 这个灵性的维度 就只不过是你阅读 谈论 为之兴奋 著书论述 思考 相信 又或者是不相信的事情 它并不会造成任何改变 直到你能够真正地臣服 这个灵性的维度 才能够成为你生活之中活生生的实诚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会主导你的生活 而这个能量振动频率 会比 还在操控我们世界上的心智能量高得多 经由神福 灵性能量会来到这个世界 它不会为你自己 为其他的人类 又或者是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 创造任何的痛苦 在人制关系之中神福 只有当一个人无意识的时候 才会试图去利用 又或者操控其他人 这一点是真的 同样地 真的只有那些无意识的人 才会被人利用 又或者是操控 如果你抗拒 或者反击他人的无意识行为 自己也会变得无意识 不过神福并不意味着 你允许自己被无意识的人利用 完全不是这样的 你绝对有可能 在内在完全神福的状况下 同一时间 又坚定 而且清楚地 和一个人say no 又或者是 从一个情景之中撤离 当你对一个人 又或者一个情景say no的时候 不要令到这个no 来自你的反应 而是来自深刻的理解 也就是说 在当下的那一刻 你很清楚地知道 对你来说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 令到这个no 成为一个非惯性反应的no 一个高质量的no 一个不带着任何负面性 亦都不会进一步 创造出更加多痛苦的no 如果你没有办法神福 那便立即采取行动 直言不畏 又或者做些事情 令到你不喜欢的情景有所改变 又或者在情景之中抽身而出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不要让负面性污染你那个美丽 明亮的内在本体 亦都不要让它污染地球 不要令到不快乐 在你的内在 有任何形式的落脚之处 如果你没有办法采取行动 例如是你在蹲牢 那你只得两个选择了 抗拒或者神福 束缚又或者是不依附外在的内在自由 受苦又或者是内在的平安 经由神福 你的人际关系 亦都会有深远的改变 如果你始终都无法接受本言 那就意味着 你无法接受任何人的本来面貌 你会批判、论断、贴标签、拒绝 又或者是试图去改变他们 除此之外 如果你一直都将当下 作为达到未来目标的手段 你亦都会这样去看待 所有跟你来往互动的人 那人类 又或者是关系对你来说 都是次要的 又或者是根本上就不重要 你能够从这段关系之中 吸取到什么才是重点 无论是物质报酬 权力感 肉体的欢愉 还是其他形式的小岸满足 让我来说明一下 神福如何在人际关系之中发挥作用 当你和伴侣 又或者是亲近的人 陷入争执的时候 又或者是某种冲突的情境之中 首先的观察 当自己的立场被攻击的时候 你是如何开展防卫的 又或者在你攻击对方的立场的时候 感受一下自己攻击的力度 观察你对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执着 感受那种是都要自己是对 而对方是错的 那种需求背后的心理 又或者是情绪的能量 那些就是小岸的心智能量 经由认得出小岸的心智 并且尽可能地传言地感受它 你就可以将意识带入其中 然后有一天在争执当中 你会突然领悟到你是有选择的 而你可能会决定放下自己的反应 就是为了一看一看 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神福了 我所谓的放下反应 所指的并不是在嘴上说 好吧你对了 但是面上的表情就在说 我才不屑于这些幼稚的无意识行为 其实这样做 只不过是将抗拒 转换到另一个层次 但是小岸的心智 仍然当家作主 要武扬威 我所说的是指 完全放下你内在 争拳奪利的那种心理 那种情绪能量 小岸是很狡猾的 所以你必须要提高警觉 保持高度的灵灾 然后完全诚实地面对自己 看看你是否真的放下了 对某一个心理立场的认同 从而令到你自己 从心智之中解脱 如果你突然感受到光亮 清明 和深刻的平安 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 这就说明 你真是臣服了 然后你可以观察一下 当你不再透过抗拒 对方的心理立场 而赋予他能量之后 对方的心理立场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当你排除了心理立场的认同之后 真正的沟通就展开了 不抗拒 并不一定是指什么都不做 他所指的是 任何的行为 都并不是从反应之中产生的 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转化和疗愈力量 无谓 和一般的意识状态 甚至乎在无意识状态下的不动 截然不同 后者源于恐惧 惰性 又或是犹豫不决 真正的无谓 是指内在 抗拒和高度警战 另一方面 如果需要采取行动 你不会再从被制约的心智当中作出反应 而是 会从有意识的临在状态之中 对当下的状况作出回应 在那个状态底下 你的心智之中 并没有任何的概念 包括非暴力的概念 这样一来 又有谁可以预测到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小我相信你的抗拒会带来力量 但真相是 抗拒切断了你和本体的连结 而本体才是真正力量的唯一源头 抗拒其实是偽装成为坚强的软弱和恐惧 而处于纯正 无邪的力量之中的本体 就被小我视为软弱 也就是说 小我认为刚强的东西 其实很软弱 所以小我会存在在持续的抗拒模式之中 并且假扮不同的角色 来去遮掩你的软弱 其实 他眼中的软弱才是你的力量 无意识的角色扮演 在人类的互动之中占据了绝大部分 直到神伏出现 在神伏之中 你不再需要小我的防卫和假面具 你变得非常简单而真实 小我可能会这样说 那实在太危险了 你会受到伤害 你会变得脆弱的 当然 小我不知道的是 只要透过放下抗拒 变得脆弱 你才能够发现自己 真正 百毒不侵的本质 第九章 转化疾病和痛苦 将疾病转化为开误 神伏就是内在毫不保留地接纳当下本言 在这里 我们所谈论的是你的生命 而不是我称之为生命情景的状况 又或者是遭遇 疾病是你生命情景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有过去和未来的 除非你有意识的临在能够启动当下的救赎力量 若不是 过去和未来 就会形成一个不间断的连续体 如你所知 在组成你生命的情景 也就是它存在的时间之中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状况下 有某种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 是你的生命 也就是你在永恒当下之中的本体 在当下之中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也都不会有疾病存在 有人为你的状况 贴上了某一种疾病的标签 而当你相信这个标签的时候 就会令到这个状况持续存在 并且令到它变得更加之强 也都因此 而将一个暂时不平衡的状态 变成看似坚固的实实 你不但使它真实、坚固 还赋予了它在时间之中继续存在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它前所未有的 借由把注意力放在这瞬间 并且避免在心理上为它贴上标签 疾病就被简化为以下的这些现象 肉体的疼痛、虚弱、不舒服、或者是残障 你是神福于当下 而不是神福于疾病这个概念 允许痛苦将你逼入当下时刻 进入一个强烈的意识临在状态 并且利用它来开悟 神福并不会转化本然 至少不会直接地改变它 神福所转化的是你 当你转化了 你的整个世界也会跟着转化 因为这个世界 只不过是你内在的反应 疾病不是问题所在 你才是问题 只要小恶心智 常在当家作主的话 当你病 又或者身体失去某一种功能的时候 不要觉得自己在某方面失败了 不要觉得愧疚 不要责怪生命对你不公 也不要怪罪去到自己的头上 这些全部都是抗拒 如果你有重大的疾病 用它来帮助你开悟 如果你的生命之中 发生了任何坏的事 也都用它来帮助你开悟 将时间从疾病之中撇除 不要给过去又或者是未来 令到疾病迫使你进入 高度各自当下时刻的状态 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做一个练金术师 将贱金属转化为黄金 将痛苦转化为意识 将灾难转化为开悟 你是不是离患过重病 所以对我所说到的说话感到愤怒呢? 这样的话 就是很清楚地显示 这个疾病已经成为了你自我感的一部分 而你现在就正在保护着 你自己的身份认同 也在保护着你的疾病 被贴上疾病标签的那个状态 和真正的理好无关 每次当某种灾难降临 又或者是事情出现了严重的差错 疾病、残障、失去家园或财产 失去社会地位、亲密关系的宗旨 心爱的人死亡或者受苦 又或者是你自己即将面临死亡 你就要知道这些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你要知道 你和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只得一步之遥 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 练金术一样的完全转化 将痛苦和受苦的贱金术 彻底转化为黄金 而所差的那一步就叫做神福 我并不是说你在这样的处境之中 还会快乐 你不会的 但是恐惧和痛苦 就会转变成一种 来自极深之处的内在平安和祥和 这个极深之处就是未显化的状态 这一样东西就是上主的平安 超越所有的理解 相比之下 快乐就显得相当枯淺 伴随着这个光芒四世的平安而来的东西 是一份领悟 不是来自心智层面 而是来自本体的深处 你领悟到你是永生不灭 永随不老的 这个并不是一个信念 而是绝对的确信 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证明 又或者是来自二手来源的证据 将痛苦转化为平安 在一些极端的情境之中 要你接纳当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随时都有可能 有第二次神福的机会 你的第一次机会 就是时时刻刻地对当下的实相神福 了解到本然是没有办法变更的 因为它已经如实地存在 然后对当下的本然 say yes 又或者是接纳当下的缺失 再依照当时的情境所需 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如果你安在于接纳的状态之中 你就不会再创造负面性 不会再创造痛苦和不快乐 之后 你就可以在一个不抗拒的状态之下生活 这个就是因典和轻型的状态 毫不费力 每次当你做不到 而失去第一次神福的机会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你并没有足够意识的临在 你去阻止习惯性 而且无意识的抗拒模式升起 或许因为情况实在太极端了 令到人完全无法接受 那你就会创造出某种形式的痛苦 而又再因此受苦 这样看起来 好像是那个情境创造了痛苦 其实并不是 痛苦是你的抗拒所创造出来的 现在你有第二次神福的机会 如果你无法接纳外在的本言 那就接纳内在的本言 如果你无法接纳外在的状况 就去接纳内在的状况 意思就是说 不要去抗拒痛苦 允许它如实地存在 向悲痛、绝望、恐惧、孤独 或者任何形式的痛苦神福 不要在心理上为它贴上标签 只是如实地观察它 然后拥抱它 接下来再去看看 神福的奇迹 又是如何将深深的痛苦 转化成为深刻的平安 它是你的十字架 你的苦难 令到它成为你的复活和升天 当痛苦黑骨鸣心 有关神福的长篇大论 可能会显得荒诞和无契 当痛苦深到一定程度 你很有可能 会有强烈的冲动想要逃离它 而不是神福于它 你不想去感受自己所感受到的东西 这一点再正常不过 但是 那里并没有出口 你无路可逃 有很多假冒的逃脱出口 例如是工作 酒精 药物 露气 投射 压抑等等 但它们无法令你从痛苦之中解脱 就算将痛苦变得无意识 它的强度也丝毫不会减弱 当你否认情绪痛苦的时候 你所做的任何事 你的所思所想 还有 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被它所污染 也就是说 你将你的情绪痛苦传播出去 其他人会下意识地接收到 你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其他人是无意识的话 那它们很可能会逼使以某一种方式 来攻击或者伤害你 又或者你可能 会将你的痛苦无意识地投射出来 因此而伤害了它们 你会吸引并且显化 和你的内在状态相应的事物 无路可逃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条路可以穿越 所以 不要转身背离你的痛苦 相反地要面对它 全然地去感受它 是去感受 而不是去思考 如果必要的话 可以将痛苦表达出来 但是 不要在脑内 为它编写剧本 将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感受上 而不是 那个似乎引发了 这个痛苦的人 事 又或者情景之实 不要令到心智 利用痛苦 来为你自己 创造一个受害者的身份 为自己感到难过 并且和其他人 讲述自己的故事 只会令到你困在痛苦之中 无法脱身 既然无法从感受之中脱身 唯一可以改变的可能性 就是向它靠近 进入它 如果不是 一切都不会改变 所以 要全神贯注于你所感受到的东西 避免在心理上 为它贴上标签 当你进入那种感觉的时候 要高度警觉 在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闯入了一个黑暗 而且可怕的地方 而当想要转身逃走的欲望出现的时候 不要行动 只是去观察它 继续将注意力放在痛苦上面 继续去感受那份悲痛 恐惧 害怕 孤独 无论它是什么 保持警觉 保持临在 以你整个本体 和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临在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将光带入了黑暗之中 这些就是你意识的火焰 在这个阶段 你就不需要再担心神福的问题了 它已经发生了 是怎样发生的呢? 全然的尊注就是全然的接纳 就是神福 即由全神观注 你采用了当下的力量 也就是你临在的力量 在临在之中 并没有任何抗拒 可以暗藏在角落那里糾活 临在移除了时间 而当时间没有了 就并没有任何痛苦 和负面性能够传回下来 接纳痛苦 是一个通往死亡的旅程 而对深层的痛苦 允许它如实地存在 将注意力带入其中 就是有意识地进入死亡 当你经历过这一次死亡之后 你就了解到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死亡 也没有什么值得很害怕 死去的那个 只有小我 我做个比喻 想象一道光 它忘记了自己 是太阳的一部分 进一步去迷惑自己 去相信 它必须很努力地奋斗 才可以存在下去 于是乎 在太阳之外 另外创造了一个身份认同 并且紧紧地捉住他 不放 如果这个错觉消失的话 那对一道阳光来说 又是不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解脱呢? 你想不想死得自在一点? 你是不是想在死的时候 没有痛 也没有苦 那 就在每一个当下 和过去说 拜拜 并且令到那个沉重 被时间束缚的自我 也就是 你以为 那个真正的你 在临在之光的照耀底下 骁容残尽 受难之路 经由受苦而开悟 受难之路 是旧有的开悟方式 但直到现代 它也是唯一的道路 不要贬低 或者看少它的效力 它依然很有用 受难之路 是一条完全颠覆的道路 它指出 你的生命之中最坏的事 也就是你的受难 会转变成为 你生命之中最美好的事 这个过程的发生 是经由迫使你神福 进入死亡 迫使你一切皆空 变成好像神一样 因为神的本质 就是空无 经由受苦而开悟 受难之路 意味着 你在拳打脚踢 哭到收不到声的情况下 被迫进入天国 最后 你终于神福了 因为你再也无法忍受痛苦 不过 在你神福之前 痛苦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有意识地选择开悟 就是放下对过去和未来的执着 并且令到当下 成为你生活的焦点所在 它所指的是 选择安在在临着的状态之中 而不是在时间之中游动 它所指的是 对当下的本言 say yes 这样一来 你就不再需要痛苦了 而你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够和自己说 我不会再创造痛苦 我不要再受苦了 你到底还要再受多少苦 才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你认为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痛苦 因为时间和痛苦 物不可分 选择的力量 选择意味着意识 一个高度的意识 没有意识 你就无从选择 从你不再认同于心智 和它被制约的模式的那一刻 从你变得临着的那一刻 选择就开始了 在你到达那个境界之前 从灵性上来说 你还是没有意识的 意思就是说 你会在心智的制约之下 被迫以某些方式思考 感受和行动 没有人会选择功能失调 冲突和痛苦 也没有人会选择疯狂 这些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在你之内 并没有足够的临在去瓦解过去 也没有足够的光去驱逐黑暗 你不是完全地临在于此地 也还未完全觉醒 而当你没有完全临在 完全觉醒的时候 被制约的心智 就会操控你的生命 同样地 如果你和很多人一样 和父母之间 还有些问题 如果你还是对父母做过 又或者没有做过的事情 心怀怨恨 那你就依然相信 他们是有选择的 他们当时 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方法 去对待你 这样看起来 人好像一直都有选择的自由 其实那个是假象 只要你的心智 和他被制约出来的模式 在掌控你的人生 只要你还是你的心智 那你又会有什么选择呢? 你当时 甚至乎人都不在那里 和心智认同的状态 是严重的功能失调 它是某种形式的疯狂 几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都为上述的这种病症而受苦 当你仿然大悟的那一刻 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怨恨了 你怎会怨恨其他人的疾病呢? 一旦了言于心 你最适当的反应 就是慈悲为怀 如果你被心智所掌控 就算你没有选择 还是会为你无意识的后果受苦 也会继续创造出更加多的痛苦 你会承受恐惧、衝突、问题和痛苦的重担 去到最后 那些被创造出来的痛苦 就会迫使你从无意识的状态之中脱身而出 只要你仍是从过去吸取自我感 你就没办法真正地宽恕自己 宽恕其他人 只得藉由取用当下的力量 这样才会有真正宽恕的可能 这一样东西才是你真正的力量 它会令到过去不再有力量 而你也都深切地领悟得到 你的过去所做的事 又或者是其他人对你所做的事 根本就一点都碰触不到 你真实身份 那个光芒四射的本质 当你神服于当下本然 而传言临在的时候 过去就不会再有力量 你也不再需要它了 临在才是关然 当下才是重点 既然抗拒和心智是无法分离的 那放下抗拒 神服 就会令到心智无法再主宰你 又或者是 慕名顶替你 成为假的神 所有的批判和负面性都瓦解了你 而一直以来 被心智所遮蔽的本体范畴 就会再度开启 突然之间 你的内在会升起极大的定静 一种深不可测的平安感 在那个平安之中 有着极大的喜悦 在那种喜悦之中 有爱 而在最深处的核心 是神圣不可测量 无以明状的那样东西 传书完